那我們要回過頭來開始講說其中的一件 其中的一項在國際裡面會跑來跑去的事情 就是航運 那航運這件事情我不會細到說去談那個 像那個航管系啦或者是那個專門有那種 那種航運他們在講的那個國際的航線啦 那個物流啊或是什麼貨跑到哪邊去這件事情 可是我要談的是讓大家會有個概念說 到底航運對我們來說有多重要 那這個航運會影響到周邊的城市 就是我們最直接的就是這個地方 那你們也都實際上去看過了 希望不是去那個觀光心態去看過的 但是理論上你們在看的這個過程 你會看到所有的高雄港曾經因為航運這件事情 起來衰落或者發生了任何的狀況 可是它跟那個城市的中間是有一個非常密切的關係的 那再來就會談到說 喔好那跟這個城市很密切的關係之後 所以咧這個城市到底如果這個航運不見了 或是這個航運發生了什麼事情那怎麼辦 你們在看高雄港的從北到南的過程 兩趟喔去一趟回來一趟的時候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看到什麼樣子的東西 是讓你們覺得印象特別特別深刻震撼或者是 或者是你覺得跟你本來想像的不一樣的東西 還是已經完全忘記了這件事情 除了小鴨之外 先不談小鴨這樣 從小到大你們聽到或是你們認知的高雄港都是一個所謂的貨歸港 那你們實際上在看到在進這個港或是看到這個港跟這個城市的關係 你們覺得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或是你覺得好像真的是我想像的耶 就是重工業就是大煙囪 或者你在看高雄港的北或是南 你們覺得有沒有很大的差異在哪裡 還是現在真的記憶太遙遠了 拜託你們才幾歲耶 沒這麼快就記憶衰退吧 有任何你可以想像的到的 你覺得跟你跟你原本預期的 即使一樣也好 你可以去做驗證的 或是不一樣的事情 通常沒人講話 我就會是找穿顏色衣服不一樣的 有人自己在遮臉耶 誰要你穿一個這種不一樣的顏色的衣服來 我上次也是穿這一件的 你覺得你看到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你覺得我真的驗證了 我從小看到 或者你覺得最震撼的東西是什麼 或是景象 或是事情 我好像都有給你們一張單 告訴你們該看什麼 忘記了 你真的忘記了喔 我不會讓你們再做第二次 沒有忘記了 會有人忘記那個東西是幹嘛的 就是港裡面 好像是用來搬運貨櫃的東西 你說那個 那個 那個 騎中機嗎 嗯 強是騎中機 就是最 那個很大隻很像長頸駱的那個 那個東西嗎 是 好 那你覺得那個給你什麼樣子的 不一樣 或是你覺得跟你原本想像 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以前沒有看過 沒有進去裡面看過 那種感覺 你們坐船也沒進去裡面看過吧 以前 沒有就看到那個東西 這樣 這樣 所以看到那個scale 那個尺度 很大的 很大的 什麼要講 還有什麼其他 你們覺得 你們比較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過港隧道 所以他有提醒你們哪邊是過港隧道對不對 你們有看到那個那個案上有兩個mark嗎 有 他有那個線告訴你說 這一條線到下面那條線 下面就是過港隧道 所以那個也是為什麼高雄港一個很大的限制 他卡在那個地方 他有個過港隧道 所以他其實是有那個水深限制的 那 還有什麼 有沒有人今天生日的啊 24號生日這樣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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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 6號 5號 5號 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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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 你們班的24號是誰 誰啊 有一個喔 自己不承認 這時候就會承認 在港裡面 在船下 你們去的當天有看到他在動作的嗎 有 有在那個抓 有沒有印象是比較靠近學校這邊 就是比較舊的這個港口 還是比較靠南邊比較新的這個碼頭 比較南邊比較新的比較大的那個尺度的那個東西 好 在船上他有沒有告訴你們 你們看到最大的貨櫃是多大 他應該有講 只是有可能你們都在 他有沒有告訴你們最大的 你們當天看到最大的貨櫃船多大 八千還是到萬噸以上 你們有看到萬噸以上的船喔 那不錯啊 有看到萬噸以上的船 OK 那不錯 有看到船廠 有 有看到船廠 有看到船廠 其境內的面向很多小間小間小間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的小型的修造漁船的造船廠 有 有 蛤 有大的也有遊艇的 那邊有幾家很大的那個遊艇的製造廠 中信 然後還有一間是那個嘉鴻或是嘉河 那為什麼要講航運或者是講海這件事情 這張圖東訊一定不陌生 可是這句話應該也不太陌生 這個是之前 那個圖是就是我們很常拿來用的那個NASA夜間圖 就是他不是一次照到開玩笑 NASA也沒這麼厲害可以製造完全球那個轉圈圈的狀況 他是照非常多塊然後再把它攤平去做這樣把它堆起來的 那 這個之前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或是你的歷史課本地理課本 一定都看過這句話嘛對不對 那 我知道我們有代溝了啦 但是那個從小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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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害小英雄的那個卡通裡面就會告訴你這件事情 就會告訴你說 基本上所有的這些國家最早最早他們開始有這個所謂的海權 或是在控制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一個很大的部分是誰可以控制那個海 誰就有很大的掌控權 所以才會我們前兩個禮拜在談那個國際海岸法公約的時候 為什麼內陸國一定要出來說話 那開玩笑我靠不到海耶 那怎麼辦 你總必須要還是要給我一些 我可以去進到這個海的權利 或是我可以擁有這個公海 我可以想 我可以在公海上面擁有的一些相關的權利義務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現在非常非常多 為什麼幾個大的城 尤其他們會喜歡拿美國當那個案例 是因為美國的東西其實是發展最快速的地方 其實就是沿著這個所謂的海岸線 那如果有機會你們去美國玩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不要只是跟那個旅行團 就開玩笑那個大學生英文一定都有到一定的程度 跟旅行團叫做浪費你們的生命這樣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你就去自助 那自助你可以有各式各樣的方式 你可以開車你可以坐他的bus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可是我會很建議大家去做跨州 不管你要從東跨到西 或是從哪裡跨到哪裡 可是去跨州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震撼是非常大的 為什麼 如果你今天在東西兩側的時候 為什麼我有時候講講 為什麼你們都會亂笑啊 亂笑笑什麼啊 好不懂 那如果你在那個東西 東岸或者是西岸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在街上看到亞洲人不稀奇 在街上看到黑人不稀奇 你看到非常多的文化的種族 看到非常多的不同形態的融合 一點都不稀奇 大家覺得很自然很正常 可是你一旦跨到中部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尺度越來越單一 就會是你可能下去麥當勞吃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可能走進麥當勞 裡面全部的都是青衣色的白人 然後你走進去的時候 大家還會回頭看一下你 覺得說這個是哪裡來的外地人 或是哪裡來的 比較不是他們日常生活 會看得到的鄰居或者是的人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所謂的海 這件事情對他們影響很大 因為在這個兩側 他們的融合已經非常多了 因為受到非常多的外來的資訊 受到非常多外來的這個文化的事情 可是在我們國中部 其實就沒有這麼的明顯 所以這個比較大的 我需要再開個燈嗎?不用 這樣會比較清楚 我們先從大的那個航運的事情開始 這個是他們去MAP下來說 大概船會去怎麼跑的路線 所以看起來好像蠻混亂的 然後幾個大的城市或是大的這些點 就會發現非常非常密集 或是大的海域就會非常密集的線 在上面跑來跑去 那如果把它匯整起來 變成所謂的比較密集的航線 或者是比較密集的這些區塊的時候 你會匯整出 它有一些主要的越出的這個航線就是 那個線就是越主要的那個航線 那越細的就是它也會開 可是它的航線密度沒有這麼這麼的大 那下面這個下面的那個大的圈圈是 這個港的吞吐量 有沒有什麼什麼 或者是你們去猜 他們怎麼去算這個所謂港的吞吐量 傳的吞吐量 還有呢 貨 貨物 對貨物 一般來說他們會用貨去算 會知道說這個港收了多少貨 這個港放出去了多少貨 所以 如果我今天要我家的這個港 變成越來越大的圓圈圈 當然我們也希望高雄變得越來越大的圓圈圈 如果要變成越來越大的圓圈圈 你覺得 你覺得會希望這個地方有什麼樣子的特色 它才可以把圓圈圈撐大 你覺得什麼樣的特色可以把這個所謂的圓圈圈撐大這件事情 你發現這些大圓圈一定在理所當然 一定在這些出現上面對不對 原物料 好 如果我今天我家是那個原物料提供大國 我一定有可能把圓圈圈撐大 對不對 你必須要非常多的貨送我家出去喔 還有呢 轉運站 怎麼樣讓自己變成一個很好的轉運站的點 最短航線 還有呢 海巷 還有呢 一定要經過 港口 你的港口的意思是 好 我的腹地夠不夠 我的裝載量 夠不夠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稍微再看一下比較細部的部分 可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今天要轉 轉貨 等一下我們會舉幾個例子 香港新加坡都不是一個那個 那個原物料大國 就是我產出去的那個大國 那 上個禮拜你們有講那個什麼內需 或是那個外銷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一個是原物料大國 一個是我裡面的內需是內需大國 我也需要非常多的大的貨進來 那第三個就是剛才你們說的轉口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做轉口大國 就會是在你看到那個路上 比如說新加坡 它可以做轉口大國 為什麼 因為我的位置好啊 對不對 我就在這個所有的大家 必須要跑來跑去的重要的路線上面 那 我治安夠穩定啊 我不會讓你的貨進來 開玩笑在外面還先被搶了一輪 然後才進到我家來 我的海向夠穩定 我不會那個碰到下一個禮拜 下一個月開玩笑颱風 所有的船通通都進不來 那怎麼辦 那我說我的貨單 全部通通都delay 我所有的人訓練的人員是夠有技術水準的 所以不會那個工人三天五頭 就來跟我講說 我今天要罷工 我要來抗議 我要來做什麼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有非常好的各個部分的這個配合 讓我的那個港可以變成越來越大 那個圈圈變成越來越大 所以如果今天高雄港 要開始讓那個圈圈變成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其實就要從很多面 基本上台灣出口跟內銷都一定 進出都一定有一定的量 因為我們不夠 我們的土地面積不夠大 我們說實話那個人 在撐起來每個人買100台電腦 你的電腦還是會輸給中國大陸的量 所以那個需求的那個總人口數是有限的 所以其實台灣一個非常大的是什麼 就是轉口 那轉口我們有非常好的這個條件 高雄港是一個非常好的條件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讓這個東西變成很好的時候 剛才說的這些條件都要滿足喔 都要告訴大家說 我如果可以做到這些 我就可以去搶這些相關的貨櫃 讓我們家的圓圈圈變成越來越大 那現在開始他們有一個 一個一個越來越多的估算 或是越來越多的趨勢的分析 就是他們覺得從上面 你們去看喔 從這個很亂很亂很亂的線喔 到這個線已經好像有一些規矩了對不對 有一些形態的規範 那到這個下面的這個時候 他們現在在預測 在航運上面在預測一件什麼事情 他們覺得剛才你看到出的這些的大線 會是非常非常大的船在跑 就是你們看到這個萬噸級的大船 那所有你剛看那些細小的線 會是中小型的船在跑 所以就會是像那個高速公路的概念一樣喔 我中間有個非常大的運輸帶 所有的這些貨通通通跑到這個很大的運輸帶上面 那我有幾個很重要的點可以去做轉口 那轉下來之後 我就非常快有這些小型的船 幫我把貨去分到我的周邊的這個區塊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在這條線上 是我的大的運輸軸上面 我有很大的萬噸級上的船在跑 那他跑假設跑到亞洲這個地方 他一定會選一個點 當他的這個所謂的集散轉口點 那我把這個萬噸級的船的貨 卸在這邊的時候 很多的小船就會開始幫我把貨 比如說分到日本啊 分到韓國啊 往南分到東南亞的這個地方 這個已經變成是在航運上面一個很大的趨勢 那可能就會有人很好奇 那為什麼我不全部都用大船就好了 我如果在剛才你們看到那個很多那個需求 那個紅線細細的線的那個階段喔 我如果全部都用大船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不夠 你看如果要塞到一艘大船 基本上貨運還是要有一定的量他才能開船 我跑一艘船 那個在海上跑一趟這麼久的時間 他非常耗油耗時耗人力耗錢 所以如果我沒有載到滿的這個量 我這艘船出去是不合成分的 所以我的大船一定要在合成分的狀況下 我去跑這個主要的航線 那小船可以幹嘛? 小船最好的特色是他機動性夠高 所以我可以在這些大的這些點上面 我這些小船趕快幫我到大船到了 我可能400或是600的船 就非常快幫你 這個貨接走 這個貨接去馬來西亞 這個貨接去菲律賓 這個貨接去哪裡? 我就幫你把大船的貨去卸掉 你的大船就乖乖的跑主要航線就好了 所以就經濟學上面來說 它其實是說符合經濟效益的 所以那就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囉 我在這一條很大的這個軸線上面 我不需要太多的這些大點 因為我經濟效益要符合 所以在一些航運的學者上面 他們覺得在幾個大區 他們覺得在赤道的這條航線上面 大概只需要有七個到八個 這種大型的轉運站 所以亞洲一定也會只會有幾個 我不可能所有的這些轉運站 每個地方都設喔 這些所謂的轉運的喔 我如果每個地方都設 就回到剛才說的 我所有的通通都是變成小小小小的 它一點都不符合經濟成本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在亞洲 同樣的這個區塊 你就會發現 剛才有非常多的圈圈都擠在哪裡 都擠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一塊是什麼 大家都要搶著去當這件事情的地方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搶不到 這個地位的時候就很尷尬了 你就會發現我的貨運量就一直少 一直少一直少一直少 因為你已經不是轉運大國了 那你的內需又沒這麼大 你的外銷更沒這麼大 那怎麼辦 人家的貨櫃為什麼要來 所以很開心你們那邊看到的時候 是有貨櫃在動的 有一陣子高崇港的狀況沒有這麼好 但是他們最近一直非常努力的在積極爭取 那想要把這些量給拉回來 可是像剛剛說 我們其實我們的內需跟外銷量 其實基本上固定的差不多了 我們再拉轉口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把高崇港這個地方 讓它變成至少可以是 或者是這個區塊內 我們可以扮演比較多的轉運的這個角色 所以它可以有比較多比較好 比較比較好下去做的事情 那這一些你看到的橘紅色的這個區塊 它給它一個名詞叫做 主要的轉運的那個market市場 所以有沒有研究過你手上拿的任何 好一個比較大的例子 你們有沒有在那個麥當勞吃過 他們最新推出的那個什麼水果袋 他是不是在麥當勞只吃漢堡 那個不健康食物 他不是現在開始麥當勞有一個冷凍蘋果切片 下次去看一下那個麥當勞冷凍蘋果切片 那個蘋果是哪來的?都不知道? 猜看看大蘋果會是什麼國家? 日本 還有馬上愣起來我要回答什麼這樣子 蘋果是美國來的 而且它是在美國就冷凍切片完送來的喔 袋子是哪裡來的? 東南亞或者是中國的這個部分 組裝在哪裡裝的? 在台灣 在台灣裝的 所以代表這件事情 在船上面喔 在航運這件事情 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他要有這些所謂的冷凍貨櫃船 或是冷凍的貨櫃 他不可能讓那個蘋果切片完喔 是不冷凍的 然後到這邊可能就全部都毀了 所以他必須要用冷凍貨櫃喔 所以你就會知道 他需要花多少的成本 在美國把這些切片完 去做完基本的處理 然後放到冷凍貨櫃上 然後運運運運運到台灣來 然後再把其他的材料 塑膠袋或是這些東西印刷好 送到台灣來 然後在台灣的麥當勞的工廠去做包裝 包裝完再分配到各個人的這個工廠 所以所有的這些轉運的這些事情 他們在尋找什麼? 他們在尋找這個地方最好的市場 跟最好的組裝的事情 所以比如說今天他們發現說 我今天覺得整個東南亞的這一塊 勞力密集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可以把原料 從很多的地方送到這個地方來 那他可能周邊會有一些小小的加工廠 一些小小的組裝廠 在這個地方去做組裝去做兵件 然後我們再運到一個其他的地方 再從其他的地方去做任何的事情 或者你們在網路上面買亞馬遜的書 有沒有買過? 不是台灣的那個 是美國的那個Amazon 你們買書都在哪買喔? 復文書群 沒這麼慘嘛 還是你告訴我你們都不買書了這樣子 如果你們在那個Amazon上面買書 就是美國的亞馬遜書店買書 你覺得他的書從哪裡來? 如果今天你是大老闆喔 如果你今天什麼中的老闆 你覺得你最符合成本的狀況下 你會把你的 你會把你的 讓這些書從哪裡出來? 直接從美國出來嗎? 如果你是什麼中的老闆喔 你會讓你的書從哪出來? 要賣給你們的 台灣人的 你訂了一筆 從台灣送了一筆訂單上去 然後他要送一本書 送到台灣 在台灣當地印刷喔 他絕對虧本 因為台灣可能這本書 他的量沒有 他搞不好台灣一年只賣出三本 他沒有這麼大的量 所以他在台灣印刷會補合成本 他會在東南亞找一個廠 找一個 現在有非常多都在 比如說馬來西亞、越南 而且都是那種航運會經過的地方喔 所以他會有什麼? 他會有一些比較鄰近的物流廠 會在這邊 然後如果我今天這個訂單是 離他最近的 比如說可能假設我今天的廠 在菲律賓好了 在菲律賓 那我的訂單是從台灣來的 是從日本來的 我的貨絕對不會是從美國出 我的貨一定就是從最近的這個廠出 所以他會在周邊 你看到的橘紅色的這個一圈一圈 開始去找他經濟符合 符合他經濟成本效益最好的這個區塊 去做他的這個配送 那這個是 我這是幾年? 2012年的版 欸? 喔!我還沒有放在裡面 我們很可憐已經被提出10了啦 所以我們已經不在10內了 之前高雄是在前三的 之前高雄港是 可是這個基本上我是用那個 那個貨櫃裝卸量去算的 就是貨櫃 那目前已經不在10 那你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前10 有多少在亞洲啊? 很可怕喔! 然後基本上你會看到的 從上海、新加坡、香港、深圳、釜山 一直到到臨波、廣州、青島 到第9才跳到九百里去 然後第10才到布特丹 所以前8大全部通通都在亞洲 所以這是一個很可怕很可怕的 密集跟集中的這個狀況 高雄港第幾 現在第幾 20到現在 2012年3月版的時候第幾這樣 來幫我們猜個數字吧 都這麼不敢放高雄港 那個補掛一下喔 30喔 還有呢 多少 50 你說多少 52喔 52喔 那那個可能金金部長要自己先去跳樓 跳一跳樓這樣 20 12 歐齁 那個歐齁是什麼意思 歐齁是覺得還好還沒有跳到剛說到12 還是那個歐齁是好花好可憐喔退到12這樣 基本上在2012的時候是 是 B12 那我剛才說這個是用那個貨櫃的裝卸量去算的 我不曉得你們那天在船上有沒有聽到他們去解釋 什麼叫做一個TEU 一個TU 是我們拿來算這個貨櫃港的中限量的單位 你覺得什麼叫做一個TU 對啊 TEU啊 如果今天讓你去估算那個貨櫃進出 你覺得最好去算什麼 去知道說這個港可以存在啊或是可以吞吐多少東西 你覺得 你們會覺得你要用什麼單位下去算 用大小用重量用體積用什麼 重 有人說要用重量 還有呢 體積有人說要用體積還有呢 那就沒了嘛 就是重量跟體積 蛤 價格 基本上喔 這個一個TEU的意思是一個20尺的貨櫃 你們那天在看那個船的時候 比較大比較長的那個是40尺的 貨櫃大概通常基本上是20尺跟40尺 有一些怪怪的尺寸 但是最通常的會是20跟40 因為它為什麼要全部都一樣 因為跟那個小樂高一樣 我才可以放得到全世界的船上 我才可以放得到不同的這個地方 所以標準的尺寸是20跟40 那你們就是那個那天出去看 那個放眼望去長的那個就是40 所以一個TEU是一個20尺的貨櫃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個40尺的貨櫃的話 它就是兩個TEU 它就會算你是兩個TEU的量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數字是 不管是目前台灣只有900萬 可是我記得好像今年有過千啊 所以有可能可以往上跳 那這個量包含什麼 包含進、包含出 所以包含剛才說我們自己內需要的 進來的 包含那個磚口的 所以這個所有的總量喔 就是告訴你說 今天這個貨櫃港 它可以有多少的這個進出的這個數字 那你會發現 如果今天我們要拼到那個最前面 是好幾倍好幾倍好幾倍的量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航運這件事情包含你們之前在講那個魚啊 或者是包含之前在講矿 或是在講任何的東西 在國際上面的相關的這個經濟相關的影響力 或是競爭力 所以航運佔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一般來說 學航運的人會去探討的 會去看說我這個航運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非常大的這個大港 除了我周邊那個工作機會啊 或是我周邊可以帶來的這些東西先不算喔 你光是算我今天可以讓它 如果今天可以把這些所謂的轉口 有一些小小的架構 或是一些小小的東西再出去 它其實可以創造非常大的產值 所以這是大家一直很很 全世界的大港都一直要去 很努力的去爭取這件事情的原因 因為它可以 如果我今天可以成功把一個港帶起來 說實話它就可以幫這個地方 帶來非常多的經濟效益 那那個經濟效益剛說除了是我們講說 最直接的最直接的那個工人 跟就業機會這件事情之外 它包含的是你下面所有的產業的鏈接 那如果有有可是那個有點小危險 通常如果你們往小港機場或是去墾丁的那個方向 假設騎摩托車的時候我們一定都會騎中山嗎 還是你們都騎哪 還是繼續宅在家這樣 那個通常如果你往南應該就是中山一直往下 那如果你下次看一下Google 可是這個是我不建議你們騎摩托車去 最好要往就是開車 跟中山平行再往那個港側這邊一排的那個路 我忘記叫什麼路 成功嗎 可是再往南還叫成功嗎 可是這次往小港那邊它還是叫成功嗎 過了過港 還沒有過過港 到牧師那邊還是成功 好我等一下上去Google一下確定我知道那條的路名 如果你走那邊你會發現非常可怕的卡車 比中山還要多非常非常多的卡車 因為它就是臨界港的那條線 那以前我們會 因為之前有過一陣子做港相關的研究 我們就會在那邊去看那個貨櫃很無聊 在那邊看貨櫃這樣 那你會發現有很多 我們比較熟知的喔 長榮陽明是我們自己熟知的名字 可是如果你發現有很多世界上的大型的那個貨櫃的船 比如說有一間叫做Mosk 就是一顆星星的那個符號的 或者有一個叫做K-line 像是你們先生沒事拿望遠鏡看海的時候 如果你有看到那個貨櫃船上打一個那個K-line 這兩家都是很指標性的貨櫃船 那如果你發現這些貨櫃船 它可以在高雄的貨櫃量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那會代表是比較有希望的 因為這些貨櫃公司願意把他的點設在台灣 或者是願意讓他的貨櫃透過台灣 當成一個轉口點出去 所以代表他進來的這些貨 他進來的東西可以創造這些產值 那為什麼說陽明海韻跟長榮也要去看 那是因為他們是在地的 所以他本來就有一個在地企業會受到的一些 會有的一些誘因跟限制 那比較可惜的是Mosk在五年前還是三年前 就離開高雄港了 就是他們放棄了他們的那個碼頭 就是你們去看的那個每一個碼頭 他基本上有不同的形式 他可能跟高雄 他可能跟港公司用租的 或者是他們 你們去看到最新的那個 他是BOT的方式 他們出資去蓋的 那之前Mosk有在不知道幾號到幾號去租了幾個碼頭 但是他們已經離開了 所以他的租點已經撤掉了 所以只剩下很少部分的貨櫃還在這邊去做運轉 但是大中的已經走掉了 那另外K-LineK-Line現在還在 只是有謠言他們明年也要走 所以不是很確定K-Line在不在 目前K-Line如果你們有經過的話 可能有看到他們在陽明的隔壁他也很搭檢 如果他也走的話那個貨櫃量會再往下降 因為他等於是就把 我把我的那個駐紮點去搬掉了去抽掉了 所以可以試著在那個路上你們經過的時候 就會看到說我知道哪一家產業有進來 我知道哪一家的那個貨運 有他們的那個Mok進到台灣來 所以這個是如果我今天在看全球經濟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說到底他有沒有幫我們帶進來一些東西 那我下面有個很小的小短片 就是我們當時去年 今年去做新加坡的一個淨土的片子 那我只給大家看到前半 是因為設計的部分可能跟人比較沒關 可是前半的部分當時 因為新加坡他非常非常的可怕 像剛說這幾個大的亞洲都在搶那個點 那同樣新加坡開玩笑他一定知道他也要搶這個點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很大膽的事情 他們說他們要去蓋一個新的港 那蓋這個新的港他投資了非常多的錢 那也去砸了很大的錢去做國際的淨土 那最大的目的就是他要去做一個很 有效率速度很快 然後裝展能量很高 然後很永續發展的港鋪 所以可以吸引這些國際的航商願意停留 可以吸引這些很大的這些 這些航運的這個東西進來 所以當時我們做了一個很小的 那前面這個部分其實就是在講跟剛才一樣的事情 就是航運這件事情其實對全球都非常的重要 那空運不可能這麼大量 所以最大量一定都還是海運 所以如果他們今天去算那個排碳 基本上海運單一個海運的貨櫃 或單一個物件同樣的物件 海運的量是比較低的 那因為他可以非常多的大量去share在同一個船上面 所以當時我們在預估說這幾個大點裡面 其實很尷尬的講新加坡會是一個非常有可能被他們選進去的點 或者是變成有可能自然而然變成那個所謂的轉口大國 就這件事情 所以新加坡其實是一個很有遠見或是很有那個想法 他也知道他們有可能會是變成這樣的大國 所以他們當時就開了一個大這樣子的所謂的大的淨土 那當時我就很快把他放完 那當時他們的淨土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只有這麼小的一塊地 因為新加坡非常小 所以他要這麼小的一塊地去裝載 比他本來多1.5倍的量 所以大概裝載可能1.5到2個高雄港這麼高的量 裝在非常小的一塊地方 然後他要有非常高的機動性去停泊很多很多的船 就他有機動性非常高 所以他我們當時是提說去增加他的駁位啦 那我們去做了一些基本的基本的設計 所以後面一點點大家就看看就好 那個就已經是我們提出來的設計了 所以我們當時幫他做這個是他可以裝載 是他現在整個所有新加坡四個港加起來的貨櫃量 然後可以符合他們他們要的東西 那新加坡又有非常好的技術跟那個機械化的這個動作 所以目前很多港都是做全自動化無人化 所以你們再去看的那個第六貨櫃陽明的 他們現在已經朝向無人化的作業系統 他可以減少非常多的老安 所以當時幫他做一個是他全部裡面都是自動化的系統 他可以所有的貨櫃進去之後 就自己進他的貨櫃儲存架跟貨櫃儲存槽 然後就進到他的那個裡面去做裝卸 所以你看到那個一個大的 這個就是一個四十個四十尺的貨櫃 那我們當時給他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其實覺得長期來說是研發上是有可能的 但是目前他們短期要非常快速的在五年到五年 到十年內把他蓋出來 所以目前他們還在持續在討論 但是那是當時提給他們的 那等一下會開始跟大家講香港講新加坡 然後講那個航跟城市的這個事情 我們先來談香港新加坡 那我只舉這兩個例子是因為 剛覺得說好多世界的大港喔 那個阿斯特丹阿 路特丹阿 非常多很厲害的港 可是如果你剛記得我們看到前幾名的 波多在亞洲 所以 如果把他當成假想敵把他搶回來 我們做不做得到 做不到喔 這麼沒信心喔 要那個年輕人有一點點雄心眾志 我們就去把貨櫃搶回來這樣 不是在海上搶喔 是那個 不可以在海上那個把人家搶就藍鐵下來 把貨櫃搶下來喔 這是錯誤的示範 所以 要做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把他當成假想敵 我要把貨櫃搶回來 我們叫自己自比一下嘛 對不對 你要知道別人的港到底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輸在哪裡 那可以怎麼樣把這些貨櫃 會讓他從那個第12名 再慢慢的往上趴這件事情 所以我只先舉兩個喔 香港跟新加坡 好 香港 這是他的港部的位置所在 那 會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或去思考一下說 這一些所謂的條件 我們有沒有 那為什麼我先挑香港跟新加坡 因為相對來說 他也跟我們的狀況很像 就是一個小小的 腹地也不這麼大 然後人口密度也很高 所以 兩個也都是非常大 是以轉口為主的一個地方 所以如果 告訴你說 欸 香港 這是一般來說 大家會覺得那個很典型的論述說 告訴大家說 欸他很好的一個條件 是因為他的天然環境很好 所以他也不會有那個什麼大風啊 他很平穩啊 其實這些條件在亞洲來說 有非常多可以去競爭的這個狀況 所以為什麼剛說亞洲這幾個大港 其實是互相在做競爭的 因為他真是個禍元 那 香港目前 他的狀況是 八個碼頭 然後 大概兩百多公頃 所以 相對來說 他也沒有真的這麼大喔 他 其實 你去看整個香港的密度這麼這麼的高 他其實 如果我今天算他的這個港的這個範圍 他其實是比高雄小的 比高雄港來的小 那 如果剛才你們前面自己在講的 我如果要有很好的這個港的時候 其實我要有很大很夠的這個腹地 去做我後面的這個資源 那為什麼高雄港之前可以有這麼大的 名列前茅還在很前面 其實因為高雄港有很好的條件 高雄港也是不動港 對不對 高雄港理論上來說 我們的這個水稻深也夠深 我們的天然的這個條件也夠好 那 有非常多那個開船的 這個 呃 零水員 知道什麼叫零水員 就是那個大船進來的時候 他們會要有 有一個人去幫忙把這個船指引進來 然後 因為每個港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些船長不見得他非常了解每個港 所以他需要到這個港的時候 會有一個飲水員 帶著他可以進到這個非常安全的庭號 進到這個港裡面來 那我們因為做那個新加坡的案子 認識高雄港這邊的飲水員 他們的月薪都非常非常高的喔 是很好很好的收入 因為他要揹覆很大的那個船舶的 那個安全的這件事情 那他當時就有談過說 其實高雄港是一個非常好飲的地方 就是他的那個風浪跟他的那個水域寬跟那個是很好 非常容易進來跟出去的地方 所以相對來說 其實如果今天在做正條件的這個比對上來說 其實高雄港是有夠的這個優勢 那主要剛才說 你會看他主要是不專口 那量我們剛才有看過全部的大港的這個量 那如果主要的出口的話 香港就是這些東西 比如紡織、機械、設備、零件、電子器材等等的這些東西的出口 就可能會有部分是從中國大陸進到這邊 再從這邊出去 但是是比較靠近那邊 如果靠近上海、靠近其他 他就會從外圍的那個地方就出去了 但是基本上來說 香港的吞土或他的這個量的這個狀況 跟台灣尤其跟高雄港會很像 那如果另外一個港 這是他的照片 那如果另外一個港 新加坡 新加坡相對來說 他的土地面積如果以跟台灣比起來 他又更小 整體來說 那他基本上位在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很大的那個航線 那個赤道中軸的那個航線上面 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會遠洋的船會經過他家 那目前新加坡他們一個非常大跟他們爭的是馬來西亞 那為什麼他們爭的過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一定租金比他便宜 馬來西亞一定那個處理費 就是那個船上去 你會知道上次你去看那個大的那個Cram 要去抓那個貨櫃 或是說有相關的那個停泊啦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費用 馬來西亞應該可以比他還要低 那為什麼這些大船會比較喜歡去新加坡? 什麼? 都聽到非常小的吸氣數數 可是我不知道是什麼? 技術比較好 什麼的技術比較好? 你說抓一下不會把那個貨櫃掉下來 的技術比較好 還有什麼比較好? 母語是英文 還有呢? 這些都有 還有還有還有呢? 西方人比較多 西方人比較多 嗯 而且上次 好我轉個角度 相對上來說 新加坡比較 比較安定 而且新加坡像剛才說 他的技術比較好 那個技術包含自動化的那個技術 所以如果你去想看看喔 如果今天所有的船 假設我們高雄港的那個繁榮時候回來 你看到那個船每天就這樣 從我們學校外面這樣子開進去 不要笑嘛 這不是不可能 那個船這樣開進去的時候 你去想像一件事情喔 那個中山路跟那個剛才說的那個領海 林海的那條路會被塞車塞封掉 會 為什麼? 所有的貨櫃要進去接船 那個大卡車要進去 大卡車要進去接貨櫃 然後接完貨櫃之後他要開出來 所以那條路會塞到封掉 所以新加坡比我們更小欸 開玩笑 他可以做到什麼樣子的事情 這些船喔還沒有進來之前 他們那些貨櫃上面 他都有那個船的那個貨櫃單 他會知道說這個船上面 有哪些貨是要運到哪裡的 哪一家貨櫃公司必須要來接 那個順序是什麼 所以這一些那個分配商或者是航商 如果要進到裡面的 他就會接到訊息 所以這些船下來的時候 他可以非常快速的 有秩序的就把這些貨 一台一台一台的接走 不會造成那個地方大家塞在那邊 AZP下來還要在那邊等 等的那個出關 還要去做那個報關的那個動作 然後這個接到這個貨櫃 這個接到這個貨櫃 所以他的自動化跟他的 這些所謂的比較好的這個技術 可以讓他的速度變得比較快 而且比較安全比較精準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在新加坡來說 他就某種層面上面他就贏了馬來西亞 所以他可以搶到比較多 這些所謂的大型航商 他們願意停在這個地方留下來 然後沒有離開的這個原因 所以目前他比較大的四個貨櫃中心 所以他有非常大的野心是什麼 他要把這四個貨櫃中心整併變成一個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蓋一個新的在這邊 然後他要把這三個 至少確定的是這三個全部都 貨櫃量全部要多到那一個去 然後那三個就釋出來變成是 那個跟都市比較好的結合 或是都市使用啊 或者是比較好的這個區塊 所以他的野心很大 那目前這幾個是剛才說的這四個碼頭 每一個的單獨的面積都沒有非常的大 那你大概先想像一下看到他的那個貨櫃的那個密度 那等一下我會給你們看幾張照片 看他到底在什麼地方 那這是另外一個他的Jeran的這個碼頭 那他比較偏向是工業港 所以比較多那個大型的重的工業啊 或者是這些材料會從這個地方去做進出 所以代表他其實不是只有 我們一般認知那個新加坡 可能是高科技啊 什麼電腦啊 或者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喔 其實新加坡有一個很大的優惠是 他很厲害的可以做到 他有非常多的重工業在他裡面 可是他的 不會讓你覺得他是一個工業島 我一直很鼓勵學生如果有機會的話 那個五六日可以去新加坡 就是五號 不是五號 星期五的晚上你可以做那個 反正學生我們也都做那個紅眼翻地 就是那個連假航空 然後他可以星期五晚上走 然後星期天晚上回來 然後我印象中應該是一萬塊以下 就可以有的來回機票 來回喔 所以你想想看你相對來說 如果你一趟高鐵上台北 來回你就要多少錢 那如果你可以有這個機會 去看一個不一樣的地方的話 基本上新加坡是一個很值得去的地方 那如果你去的話 為什麼我剛說紅眼翻機 你晚上坐的時候你進新加坡 去觀察一件非常有趣的現象 你會發現在新加坡的這個港 剛才說的你看到南側的這些地方 欸 為什麼在亂跳 好 南側靠從飛機要飛過來 在南側的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船停在那邊 你們猜他們在幹嘛 很多船喔 非常多的船停在外面 當時我們都覺得發生了什麼事這樣 有非常多的船停在他的這個外海 你們覺得他去做什麼事情嗎 你覺得閒閒沒事船會去一個地方幹嘛 休息嗎 船去休息聽起來怪怪的這樣 他去加油 新加坡的油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所以這一些船 我可以之後再探討 為什麼新加坡可以做到船 那個油價是這麼的便宜 所以這些船 甚至很多的遠洋的船 台灣的船一樣 他很多船 我們那時候在問航商的時候 他非常多的船進來之前先幹嘛 先去新加坡加油再回來 所以他可以那個便宜到你可以去底調那個進來台灣的 或者繞過去再繞回來或是那個路程的這個油料油耗 他可以去新加坡去加油 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 我們看起來覺得像是重工業發展國家的產品 或者是產物在新加坡出現 可是同樣他會讓人家覺得說 他是一個商業的經濟、金融的很強大的一個主體 尤其在亞洲 所以他在港這個方面 其實他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如果你去新加坡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像我們看到那個中山路 我知道我們進了重工業區 因為我看到這些貨櫃車 我看到這些很大的重機具 在那個地方跑來跑去 可是這些東西其實都存在 如果你去想剛才他們所謂的這個村土量的這個量 在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他可以全部都吸納完 可以全部都處理完 而且有這麼多的重機具 這麼多的外面的這個船同時存在 但是一般出去觀光的人感受不到 或者是去新加坡的人感受不到 舉一個最大的例子 如果你們去這邊的話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他的港 可是如果不是跟各位說 你要去那個地方看這個港的時候 你會完全忽略這個國家 是一個重要的航運吞吐的大國 這個是在他們的那個南側 剛才接近港的那個很南側 現在他們的非常多觀光客會去的地方 有聽過新加坡有賭場 這就是他們的金沙賭場 可是不是叫你們去 不是叫你們去那個下面的賭喔 那個下面的賭沒什麼好玩的 因為他們的賭場的內部比較 沒什麼好玩 還不如去澳門去了 那他們只是開了這個所謂賭場的這個行業 但是要你們去看 基本上是去看他的很可怕的這個國家的對比 尤其是剛說的航運跟他的城市發展 那所有學工科或是學跟 你們應該都要學結構嘛齁 選修 不是比修喔 什麼時候變成不是比修啊 從你們進來就不是比修 所以你們是沒有結構基礎的 你們是 那你們跟結構有關的最上層學到什麼 財力就沒了喔? 好 那所以知道以後不可以找你們簽證對不對 你們簽證出來的東西會很恐怖 如果稍微那個有一點點財力也好 敬力也好的那個概念 這個上面這個是煽動獨立的 然後上面有一個非常大的游泳池 有人上去過嗎?沒有 就告訴你們去這邊一定要上去觀摩一下 蠻有趣的 它上面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平台 可是如果你學建築學結構 你會知道那個不是一個容易的工程 那個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那好 那是它通過去的那個主要的橋 所以你會知道新加坡花了多少的錢 吸引大量的觀光跟大量的遊客在這個地方 那你背後稍微先預想一下 這個地方是一個貨運大點喔 就是你現在同樣想像 它的貨運量目前是超過高雄港的喔 所以同樣的在高雄港的 就在那個如果我今天想像 這個東西就在小港 它其實那個距離大概就在小港 沒錯 就在那個破港隧道的旁邊 如果高雄有沒有可能有一個 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出現 我可以吸引非常非常大的 它做賭場隧道目的在做什麼 吸引觀光 我可以吸引這麼大的觀光進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是題外話 只是要跟你們看一個他們的這個建築 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這個不是雲的陰影 你們覺得這是什麼 我好像沒有那個detail的照片 它是牆面 可是它是每一片那個會動的 所以它會隨著那個風吹 你會覺得像是那個窗簾在飄 可是它可以把氣流帶到室內 所以它會這個每一個每一個 它是一小片一小片 所以風吹過去的時候 那個所有的那個板子會被吹動 然後那個氣流會跟著進到室內 那它有一面是真的一面是假的 那個假的那面氣流沒有真的進到室內 可是你在外圍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房子或是這棟建築 它把所有很高科技的東西 全部都丟到上面 那這是它上面的那個大平台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去看說 哇新加坡是一個可以這麼這麼高度 然後旁邊就是它的金融區 所以一樣請你把它想看看 這個東西放在小港 如果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金融區放在小港 它的地理位置就一模一樣啊 就是小港啊 那這是剛才你們說的無邊游泳池 所以 好照片沒有非常 那個流名沒有很高 那只是很無聊 給你們看這個非常有趣的人 他從我上去到下來都維持一模一樣的姿勢 就站在那邊這樣 那我的直覺是他不是要讓人家拍照的這樣 所以從 所以從我上去到我下來 我真的沒動過 我在那邊待了滿久 從那個日出 沒有從日出啊 從大概下午待到那個日落 可是我經過的幾次 他都是一模一樣的姿勢 所以我們自己的暗自猜想是 他是不是想要讓大家把它拍完之後 打卡上臉書之後 他就紅了 就在那邊當那個無邊游泳池的人體model這樣 所以他有 他的頂樓是一個很高度高度 觀光型態的東西 可以讓觀光客砸非常多的錢 在這邊的這個狀況 那他的下面是什麼 是一個現在在施工 可是已經開園了 所以現在如果去是看得到的 這邊是一個是一個亞洲最大的那個溫室加冷室 所以他其中一間一間是溫室一間是冷室 就是做那個模擬 因為新加坡太熱了 所以他們做那個模擬比較高山形態的植物園 所以花非常多的錢在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說他花非常多的能量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要吸引高度的這個觀光客 可是一樣喔 請想像他在小港喔 可是你會看到外面 你可以想像為什麼我說他在小港 那個外面就是滿滿的船 所以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船觀光客 那你沒有在關注產業或是工業這件事情 你可能覺得我去玩新加坡好厲害喔 他吸引了非常多的觀光財 可是其實他是有這個產業基礎的 你如果去看他外面的船就知道了 覺得哇 好恐怖喔 他的一個這麼小的島 他外面是有這麼大量的船 在外面不管停加油的停那個等級港的 所以他的另外這麼小的房子的另外一邊 就是金融區 那如果你 這邊比較少人去看 但是如果你往他 就同樣的一棟那個船型的房子 往他後面去看 這個就是他其中的一個大型工業大型港 你有看到很多的那個cram 很多的那個吊具 很多的貨櫃 就在這麼近的這個距離 可是這個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 很多 很多人會去探討說 高雄如果發展這麼大的重工業 發展這麼多的每天這麼多的貨櫃車 這麼多的這個那個卡車碼頭在那邊跑來跑去 怎麼可能會有觀光客來 那怎麼可能這些會跟交通不打結 怎麼可能會有所謂的那個 看起來是可以所謂的高度經濟發展的這個狀況 可是這個就活生生蓋在你面前 而且這個的是讓你知道說 他真的有這麼多的遊客 真的有這麼多的人會來到這個地方 可是他旁邊就是一個重型的產業區 就是一個這麼高流量 這麼高吞吐 而且他的吞吐不是那個一般十幾名 他吞吐在十幾名之內的這個地方 所以基本上港是一個可以幫這個城市 去發展很大很大的東西 所以請大家想看看 好大家所以大家說 新加坡有這樣的優勢 請你們去看一下這些點 我們有沒有這個優勢 如果我剛才說如果我今天要把新加坡 新加坡的貨給搶過來 現在大家不都是要搶人才 搶什麼嘛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有本事 可以把新加坡的貨給搶回來 或者是可以 我們要和平友善一點 所以不要全搶 好歹搶他個三分之一這樣 回來的話 他的這些優勢 我們有沒有 第一個 他在環球阻填線上面 我們在不在 我們也在耶 對不對 第二個 那個所有的貨 如果東南亞的貨經過他 然後走下面 他可以節省很多的這個時間 然後他可以有非常多 新加坡基本上百分之八十 七八十是轉運貴 那高雄是不是目標在做這件事情 是耶 高雄目標也是在做轉運貴 因為我們不可能有太多的貨進到 進到我們的島內 那個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也可能在做我們的轉運貴 那 這些優勢我們有沒有 應該說沒有耶 好尷尬 那真的優勢 哪些東西我們沒有 哪些東西我們做不到 蛤 稍風災 喔 風災稍微尷尬一些 可是相對來說高雄 我們今天如果講台風 高雄是不是一個台風很長 真的直接那個風災清潔到我們的地方 其實不是 對 好 他們最近也開始有名重抗爭了啦 有 最近的新聞 好 那個是我們島內的人在看的 一般來說 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我們蠻常會有一些國外的老師 或什麼來這邊演講或什麼 那前一陣子剛好有一個講師帶比較久 所以我帶他高雄晃了不止喔 四天 台北晃了兩天 他要走之前 他跟我講一件事情是 他覺得他非常非常的訝異 他就先問我一句話說 台灣的警察是不是穿制服 然後我就愣半天 我就說對啊 警察穿制服啊 警察上班 不穿制服 就是沒有在上班這樣子 然後他跟我說 他觀察了很久 他在路上很少看到警察 然後我也愣了很久 想說這是諷刺還是這是好話還是壞話 這樣就是 是覺得那個警察太偷懶 都在家裡不出門 還是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其實那是一個治安的代表 就是相對來說 他覺得晚上在走在高雄 走在台北是安全的 如果你們有經驗去別的不同的地方 去旅行 去玩的時候 每個國家一定都有不安全的地方 即使新加坡也絕對有不安全的這個地方 可是相對來說 其實台灣的環境不是屬於亂的 台灣的環境其實是屬於比較安定 或者是比較穩定的狀況 所以這個其實會給大家一些信心說 不要每天看那個新聞 覺得大家都好亂喔 可是如果從外人的角度上來看 台灣其實就整體環境上來說 他其實是安定 穩定的 不會有非常多的那個流血的暴動啦 或者是很常出現什麼樣子的新聞 誰在哪裡就不見了啦 或者是搶劫啊 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在台灣是相對來說是少的 所以這個東西台灣是可以有這個優勢的 還有哪一些是我們 你們覺得我們做不到的 好啦 國際關係我們就稍微尷尬一些 還有哪一些是你覺得我們比較做不到的 最後一個 外商投資 相對來說我們的外商投資少 可是有沒有可能讓他增加 是有可能的喔 還有什麼是你們覺得我們可能 電腦化 電腦化 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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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台灣的作業效率是高的 台灣的作業效率不低 有非常多國外的港鋪或者是那個港鋪營運者 會跑來看我們的六櫃 就是你們上次經過看到比較新的那一個地方 那第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的 那個是陽明的 陽明的子公司的 那第一個是他們的電腦化是做得很好的 那唯一可能沒有的是他們的電腦化 跟剛才新加坡說的往外連接的這件事情 可是在那個港鋪內 內區 他其實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個整體的作業的效率 其實台灣的人工素質是高的 可能那個勞工的價錢也比較高 但是台灣人的人工效率其實是好的 所以不管是電腦化或者是人工效率 其實就整體來說 其實台灣不差 那就會看起來說好尷尬喔 但為什麼搶不回來 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最下面我們有很多剛才你們說的那個外商 跟我們所有的到底這些貨 他要不要把台灣放成是一個很大的 那個轉口點的那個部分 那那個其實很大的東西不在港本身 那個很大的東西其實在比較上位的政策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開始去 study 一下說 最近很多的大港 台中你們可能也聽到他在談 高雄也在談 高雄也在談 在談那個什麼自由貿易專區 有聽過嗎? 高雄也有 高雄也有一個非常大的 自由貿易地地專區 台中也要做一個自由貿易地地專區 那如果你剛剛很快看一下 上面那幾個新加坡或者是香港 他也都有一個自由貿易地地專區 不是說我設了這個專區 這些產業就會進來喔 他可能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政策 非常多的其他的東西要去配合 讓這些廠家讓這些東西會進來 那相對來說他的貨櫃才會跟得進來 這些投資才會跟得進來 所以目前高雄一個很尷尬的狀況是 我們有很好的腹地 我們有很好的自然條件 我們有很好的設備 我們有很好的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東西 絕對都不會輸給 絕對都不會輸給新加坡的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 集體把他搶過來的貨源 等等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今天要去吸引一些外商 願意在這個地方去留下來 然後可以帶來一些比較好的 相對來說的效應的時候 但是不是用我們的很低的成本去跟人家換的 我所謂用很低的成本去跟人家換的就是 比如說 你們有聽過那個Google要來台灣設廠? 有 那他來設的那個廠其實比較偏向是 那個雲端資料匯集中心的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Google要來台灣設廠? 便宜 因為台灣的店價是亞洲以外最便宜的 那雲端儲備的設施需要非常高的點 所以那會是其中一個他選擇進來的原因 所以會一開始要去思考 如果我今天要去有這些東西 我要這些廠家進來 可是我不是為了說我今天只是要 我用了非常非常多這樣子的 很低很低的電的成本 土地的成本、水的成本、自然條件的這個成本 去把它拉進來 那我還可以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去讓他進到這個地方來 去增加這個地方的投資 增加這個地方的貨櫃量 所以這個是目前台灣碰到很大 我到底要讓貨櫃怎麼起來的這個事情 那剛說的是轉口 另外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剛去看新加坡跟香港 他都會有一定的出口業 雖然他跟轉口的量不這麼多 可是他會有一定的量是 我怎麼製造或是怎麼樣讓我們自己的 的內需跟外銷增加 如果我可以讓我自己的內需外銷增加 我非常有可能這些大的廠 就會到我這邊來去停留 或是在我這邊去做一些 什麼樣子的製程再把貨出去 比如說像剛才說 我可能那個麥當勞的蘋果是美國來的 袋子是哪裡來的 然後我在台灣去把它組裝賣在台灣 那是其中一種 可是那個的背後就是 我會有一個貨櫃去載蘋果過來 我會有一個貨櫃去載書家袋過來 然後我去做組裝 可是是一個很不好的例子 是因為我們在台灣只是在做組裝 然後賣給台灣人就這樣 那有沒有任何的我們可以去思考到 讓台灣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包含我們有這麼好的這些 不管是科技也好或者是這種 我們覺得講其實講 那個臉台灣人是非常聰明的 就是坐在下面的你們的這些小朋友 其實是非常聰明的 那怎麼利用這個所謂的腦袋的這件事情 去把這些不同地方的貨櫃或是不同地方的貨 讓他可以甚至是區域型的 讓他可以在高雄去做一些貨價價值的東西 那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他就會變成我就會增加這個地方的進出口的量 因為我會需要這些原料進來 我在台灣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之後 我讓他去做出口 所以這些事情其實都是政府單位 都是不同的產業其實非常努力的在想 或是在思考或是在做的事情 那目前台灣比較多進來的東西 有很大一個部分是這個生活用品 所以包含食衣族行娛樂 你們會想像到的這個日常生活用品 有非常大量是從這個東西從外面進來的 那這比較尷尬 因為我們的原料產出比較少 所以目前我們的原料產出可以做到出口的東西 相對來說是比較沒有這麼高的 可是目前台灣很大一個部分是從這個進來 那什麼叫做一個好的貨櫃 除了剛才說的那個航運 剛才說的是那個地理位置 就是新加坡、香港 它有這麼好的這個地理位置 那如果針對一個貨櫃港這件事情 你們剛前面都有說到對不對 我要煮航道、我要有作業效率 我要有這些東西 我要有很好相關的這些的事情 有一點小聲 不好意思這張應該在前面 好 所以這是剛講說 到底為什麼會有一個好的這個貨櫃港的東西 那我剛本來要延續是要講說 所以這些所有的大的航運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趨勢是什麼 你會發現這些大的航商很好玩 他們現在也開始做一件事情 他開始去發現說 欸我所有的航運 比如說新加坡 比如說這些大型的航線 我好像在經濟發展完之後 剛才說他犧牲了非常非常多的環境的成本 或是做了非常多 可能本來大家覺得說他是用低價建徵啊 或是低價這件事情在買環境的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有非常多的 相對來說的環境面向的評估 所以假設這個是我們剛看到 很大的那個航線的那個路程 那有一個單位 他們就去做了一個很好 很有趣的這個研究 你現在看到那個紅 是他們去測那個空氣裡面懸浮力的量 那當然不是都是航運惹的貨喔 因為還有跟整個大氣的飄動 跟整個那個環境的這個問題 可是他們就發現 欸好有趣喔 在那個很多大港的那個周邊 相對來說 他的那個空氣品質沒這麼好 那就可想而知 因為我剛說這些所有的大型的港周邊 一定會有這些產業 會有這些形態的 加值的這些工業 或者是加值的這些事情 所以會讓這個地方 可能產生比較不好的這些空氣的品質 所以就會開始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跟不同的計算 他們就有人去算說 我所有不同的這些交通工具喔 排碳量 可是這個是以單一物件 就是假設我今天都要送一件T-shirt 那我用飛機送 我用卡車送 我用火車送 跟我用船送 誰的排碳量最低 船 因為它跟同時在最大量 所以它的單一的物件是相對是低的 可是它的總量是高的 因為它每一年 目前有 目前所有的這個貨運的這個部分 還是有大概八九十是用船在跑 所以它的總量非常非常地高 所以會造成大家一般覺得說 船運是一個相對來說 污染很大的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 國際上面的法規開始規定這些船 那舉起比較大的例子 下次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我們這邊的船有沒有做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 他們在進港的時候 會希望這些船減速 因為如果今天那個加速的時候 相對來說它的耗油耗能就會比較高 那減速的話 它就可以減少它比較多的 比較多的那個耗油跟排放 所以台灣目前還沒有法定規定 可是在美國的西岸已經有法定的規定 就是所有的船進到港之前 它必須要結束 那另外一個是它會要求它要換油 什麼叫做換油 就是一般來說那個船裡面用油 是那個重油 看起來很像利清 他們在去膠的膠質的那個東西 那相對來說它是品質比較不好的油 可是如果我今天進到內港 或是比較接近港區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它其實相對就會產生比較大的污染 或者是排放 所以他們會有一定的公約 希望你進到港區的部分的時候 你就必須那個引擎就要換油 然後在停到這個岸邊的時候 你們上次可能在那個港區的時候 你們看不到 因為你們在港的這一側 你們在那個水側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船還在冒煙的 都沒有?還是忘了? 有沒有看到任何東西從船體裡面排出來的 包含煙、包含水 只有水 它有不同形態的水喔 你們看到的不確定是什麼水 那如果煙的話 一般來說船停下來 它還是持續的要維持那個船上基本的 那個積電的那個動作 所以它們會是燒油 所以它們會希望說 我進到船裡面呢 我先換稍微好一些的油 然後如果停到船邊的時候 像這個 如果停到船邊的時候 現在比較多的是它希望它換暗電系統 就是接插電 那雖然你會說 電我今天也是能源轉換來的 我也是從別的一種能源形式去轉換過來的 可是至少它可以減少港區的排放 就是不是直接在港區這邊 去用燒油出來的空氣排放 然後會增加港區整體周邊的這個所謂的污染 所以它會經過三道 進來的時候換油 再進來的時候直接暗電 那目前所有世界的大港 能做到這件事情的非常非常少 相對來說 能夠有法規規定的也很少 目前最多的法規規定的地方在美國加州 那為什麼它可以規定的這麼嚴 如果你記得剛才我們那個世界大的 那個航運的那個地圖 美國的加州一點都不怕 好 目前規定的最嚴的在這邊 在美國的加州的地方 那它可以規定的這麼嚴 是因為它非常驕傲 你所有的船來就只能停我家 所以我可以規定的很嚴格 因為你不能停我家 你沒有別的地方停 所以我為了我們這邊的環境 我可以規定非常非常嚴格的條件 告訴你說你這個必須 你的空氣必須符合法規 你進來的排放水必須符合法規 你要換油 你要減速 你要借暗電 可是相對來說 我們剛才這麼多大圈圈的地方 就比較可憐 因為我如果管這麼嚴誰敢來啊 我如果管這麼嚴呢 我告訴你說 如果台灣現在已經在競爭貨量的狀況 如果我再把這個說的橋件 全部都加上去 說的船全部都跑了 他就會跟你說 好吧 那我去隔壁好了 隔壁沒有管這麼嚴 我是不是就可以 對他來說他沒有差 他就是轉口 他就是在做轉口貴的這個事情 所以目前 全球的航運 希望把這件事情變成全球化 就是要把大家都管 對我說 好吧 那我 只有美國的西亞亞洲 我實在競爭太強了 我也不好管 我也沒辦法管 所以現在開始 有國際的傳播組織 開始去訂這些規範 希望可以從全世界的港 都去做到換油 做到接岸點 另外去做到一個很大的規範 有沒有聽過壓艙水 你們那天看的 一定都不是壓艙水排放 那壓艙水排放 高雄還沒有 台灣還沒有很嚴的法規 但是壓艙水就是 要穩持那個船的穩定性 所以它會在 所以假設是在高雄卸貨 那我要去別的地方 我算不夠穩 我就要去再 就是要補那個壓艙水進去 然後到其他地方要裝貨的時候 我壓艙水就要放掉 所以它非常有可能造成一件事情 是我把這個港裡面的物種 帶到另外一個港 所以我會去另外一個港 很大的威脅 有可能就有非常大的入侵種 外來種在那個港開始產生影響 所以現在開始有 國際的法規的規定 告訴你說這些壓艙水 不可以亂排 一定要經過 它們有特殊的壓艙水的處理設施 我才可以去做排放 所以有非常多的國際的公約 開始去管制這件事情 管空氣、管水、管油 管排出來的這個東西 那 好 那等一下下面我們要去談說 喔好 那所以它現在停下來了 這些所有的船 跟所有的這些貨運帶來的東西 跟後面的這個城市 發生了什麼樣子的事情 或是發生了什麼樣的關係 怎麼樣 我們剛前面看到 最前面在談說 所有的這些航運重點 或是航運的這些停留的大點 通通都是城市發展非常厲害的地方 因為它帶來非常多的經濟效益 帶來非常多的工作機會 會帶來非常多的產業的發展 那它發展完之後怎麼辦 所以等一下會接著談 那個航運跟城市的關係 然後 好 等一下再 嗯 基本上喔 剛說貨櫃港會跟後面 就除了它在海上跑來跑去之外 它進到一個地方靠岸之後 其實跟這個城市 它會影響的事情有很多 那 第一個很大的事情就是 我停到這邊之後 如果我要有那個碼頭 所以那個碼頭 不是這麼單純喔 就是你們剛看到 你們上次經過的時候 會看到說 我要有很多的一體設備 要符合它的 所以 等一下我們會看喔 那個船其實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 那 如果船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原本可能小小的那個吊桿昏倒 現在船變大了 我會不會吊不到它 所以我的吊桿也要跟著去換 我的所有的東西都必須要跟著去換 那 船越來越大的時候發現 阿赫的水深不夠了 發現我要跨過那個過港隧道 它就已經被限制了 所以超過它的水深吃水 我就過不去了耶 我就必須要有第二港口 從第二港口外面去坐進來 去進來 所以 很多的一體設備 會跟著那個船貨運進來 去受到影響 那剛說很多的軟體就是 我這個城市安不安全 我這個城市有沒有夠好的 這個所謂的管理 會是他們要不要進來的這件事情 那往外其實就有更多的影響 像剛才說你們會碰到 非常多往外連接的道路的系統 我要不要另外建一條的高速公路 專門給這些車子跑 那新加坡他們有塞 是因為他們有特別的專用道路 所以他不會讓這些貨櫃車 去跟一般市區的車輛 或是跟一般遊客會去走的 這個車輛是衝突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 我一般在去看那個金沙大主場的時候 看到那麼多的貨車頭在我旁邊跑來跑去 那高雄這邊本來有一個 那個國旗要去接做那個外環道路 事實上希望可以所有的港出來的這個貨櫃 全部都直接上高速公路 不用進那個小港 進到市區內再從那個地方出去 但是目前環坪還沒有通過 所以他還卡在環坪的階段 那鐵路 我們比較沒有走鐵路系統 我們比較 雖然那個臨港線本來這邊是有鐵路的 但是目前在整個來說 有非常多的國家的貨櫃港 還是去接鐵路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是浴量非常大 而且比較快速可以把貨櫃去拖走 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就會有這個連外來說 我到底有沒有這些很好的連外的這個事情 可以跟我的城市是結在一起的 所以稍微一個小小的概念 你們上次船只有跑外面 所以你只看到船貨櫃船的這一面 你沒有看到這個裡面的這一面 那我印象中你們這兩班應該是沒有去看過貨櫃場裡面的 對不對 沒有 碩班好像有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看看之後會不會有任何的課可以帶你們去看那個貨櫃場裡面 所以這個是一般的貨櫃場的裡面 它會有分幾個比較大的地方 一個就是我們講說最大的那個案間那個旁邊的這一道 那它最大的任務是什麼 就是把那個貨櫃先掉掉離開那個船上 因為船停在這邊最貴的就是它停泊的這個時間 它停越久越貴 所以而且那個費用是占它們的大部分的費用很大的一個百分比 所以這些船最希望做什麼事情 趕快把上面的貨清空 或者趕快把它蓋裝的裝完就讓我走 所以這個動作就要非常快 這個吊被的 那那個陽明的那個他們可以做到非常快 它可以做到一個小時抓多少啊 忘記了 它可以做到非常快的去抓那個吊 那這個上面那個控制台 它是有一個人在上面的 所以它需要非常好的那個專注力喔 因為那個吊起來它有點像在那個抓娃娃一樣 那個他們說那個技術非常好的 它可以還在那個拋物線的時候 就把它抓起來就出去了 所以它有點像是不是把它甩出去 可是這個整個廠裡面公安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要確保這些東西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但是它又要效率它要非常快速 所以剛才會說新加坡不是很多國家在發展無人化 因為它可以非常快去做這件事情 好 那掉下來之後下面一個動作就是 他們會要把這些東西去運到這個堆滯場裡面 所以通常這個吊具就是你們看到的這個起重機 只負責把它抓下來放到旁邊堆著 放到旁邊堆著 這個它有軌道會跑 所以它比如說抓下來放到這邊的時候 它就往下移 就是抓到下面就往下移 那會有另外的車子的系統 這個就很多了 這個有一些是裡面用貨車的 裡面是用那個門式起重機 或者是其他型態的起重機去把它搬走的都有 可是它就要把放下來的這些東西放到後面的堆滯場 那堆滯場如果是轉口過櫃 這個堆滯場就要很大 那堆滯場裡面最大的作用是什麼 它先轉口櫃喔 就是放在那邊等下面一艘船要來把它載走的時候 把它運出去 所以台灣人很聰明 台灣的貨櫃場也非常的厲害 他們會用什麼時間 比如說今天船來的時候 我們叫劍峰時期 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再把它運過來 運到中間 就像你們可能在玩那個搬積木 或是那個小時候玩那個 那個我也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 那個搬積木的遊戲 看說把這個搬到什麼地方 然後誰搬的次數最少的那件事情 那他們會用什麼離封時間 在這裡開始去做搬運 因為離封時間我電力最便宜 那我也沒有這麼的忙碌 我就把我明天可能要出去的這些貨 先把它翻出來 因為可能我今天放下去的時候 我明天要出去的貨 是卡在最下面黃色的這一顆 可是我如果到明天船來了 我再去把它翻櫃翻出來 我就浪費非常多時間 讓那個船停在那邊浪費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台灣的那個三班子 他們在港口那邊會有三班子 就是晚上離封的時間 他們就開始在那裡翻櫃 然後把第二天要出去的這些貨櫃 都先放好去排好 所以第二天船來的時候 他可以幹嘛 非常快就上貨他就走了 所以其實在貨櫃翻櫃的這件事情 來說台灣其實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可以有很高的效率去完成這件事情 那如果要做進出口的 他就會有另外一個地方 不見得都是在房子內 每個貨櫃碼頭找的不太一樣 可是就會有一道手續 車子要來這邊接 接完這個貨 接完這個櫃做那個報關 檢驗的動作他就出去 或者是拖進來 然後拖到那個儲存廠 所以一般來說 在任何一個這個碼頭 會有這三個階段 就是案間非常快把貨櫃都上下 上完下完然後去做處理完 然後中間儲存的那個地方 去盡量讓他可以機動性很高 可以去做翻櫃 那出去就是對外的那個連接 可以去做進出口 把那個貨進到這個內陸的陸地 或者是從內陸的陸地 要去做出口運到他這個裡面來 所以一般來說 貨櫃碼頭有這三項 那所有的這些貨櫃喔 所有的這些船 這些所謂的貨櫃的碼頭 跟貨櫃碼頭相關的這些設施 會跟著船越來越改變 所以在很早期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 好從20開始 尤其想像你們看過那個很早期的那個電影 去搬貨的時候 絕對不是貨櫃啦 大概就是那個人力 在搬那個一欄一欄的水果啦 搬一欄一欄 或是一箱一箱 什麼樣子的東西 所以相對來說 他的船的尺度是很小的 所以我可以 我碼頭上面 我好像也不需要這麼多 所謂的重機具 那時候也還沒有開始這麼多的重機具 可是越來越做的時候 那個船型是越來越可怕的 所以從 我等一下下面會有尺寸 所以如果學海運的 他們會去學說 現在這個船發展到了那個第一代 就會像 你們玩 你們還有人會玩超級馬力這件事情嗎 還是我們已經再多到這麼嚴重了 連超級馬力是誰都不知道了這樣 現在還有這個東西嗎 有喔 謝謝 那請問他到第幾代了 那個以前我們小時候會記得 他有什麼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一代就是非常單純的 就做幾個方塊 他會跳上去 有香菇跑出來之類的 可是 不然跑出來是什麼 他不是吃到香菇會長大嗎 有 那有任何問題嗎 不是 要嘛就是錢跑出來 我去香菇跑出來 好 可是他會有那個 第幾代 第幾代這件事情喔 所以基本上現在的船型 已經發展到非常大的一個階段 所以 好 我先看就這樣 這個是 一般來說他們在去定義的 就是從12345 幾個大的那個年代 那 呃 猜一下現在最大的這個船 正在蓋的不要算 已經蓋出來在海上跑的 多長 長路 船長 你覺得 猜看看 最長的那個船 船長可以到多長 財樂透美 財樂透美 你們覺得有多長 好 200公尺 但是 應該叫 這樣 應該叫你們直接窗簾打開 我剛看了一下外面有 窗簾打開 看一下外面現在停在海上的船 我有看到一艘還蠻大的鋼琴在那邊 他中間至少有三個到四個 這個 貨櫃很貴的這個 貼這個很貴 我剛看到至少有兩個的 可以擋那個貨櫃 貨櫃隔間的 你覺得他有多少 謝謝你的股算 一些327公尺 好 還有猜多少了 500 200 現在差不多的船長大概400公尺 我猜得差不多 只是你的船可能有四艘停在一起 這樣大家在拍站的接著 所以這個是現在的大概的這個船長 如果稍微出去可以去做虎人一點的話 通常他們會告訴你說 誒這個船到底是有多大 就是多少個2的船 所以剛才我問你說 你們上次去看的 應該有看到萬幾以上的 就是超過1萬以上的 所以 就是最大的 誒我的我的我的滑鼠 在那邊 就是最大的 這邊的這個船 可是這些不同的船 會 剛說 如果我今天 高普家的碼頭 本來是為了那個 第四代的船去設計的 所以 一個船的那個船的 柵位就是停泊的那個位置 我非常乖巧地給了他270 然後我靠近一點給了他 280公尺 結果滾倒 現在船越蓋越大 給我蓋了一個 這麼的超級的大船過來 400公尺 我家的柵位是挺不像他的 我家的柵位是沒有辦法接受 這艘船停在我的這個碼頭 那我的碼頭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退役了 我就跟你說 我就很尷尬的說 不好意思 我家的港口 我家的碼頭停不下你的船 那個問題就會非常大喔 所以這一些所有的船 所有的船 它其實會影響這個地方的市場 包含這個碼頭 它的變化量大不大 就是如果我今天讓我的碼頭 很緊縮 或者是很縮線 我的這個範圍的時候 它就會非常尷尬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那個碼頭的那個眼鏡 它就會沒有辦法去接受 這一些越來越大型化的這個船 那可是 就會開始有人去算說 欸 那我總不能無限上綱對不對 告訴他說今天做了1萬8的 明天出來3萬的 後天出來10萬的 它會不會再出來一個50萬的那個船 你們覺得有沒有可能 它其實就是一個經濟效益 所以這個沒有人敢說 但是基本上大家覺得現在那個大型船隻 已經差不多到那個量了 因為在大型就像我們剛剛講 你這個大型你要多少的貨 你才夠經濟效益成本啊 那目前來說 如果即使我有到1萬噸級以上的船 可是那個船的數量的分配 你會發現 灰色是09年的 那粉色的那個線是2012年的 那下面橫軸的這個地方是不同的那個 它可以載的那個大小 所以最上面有到1萬級以上 那這個是數量 這是全球的那個數量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是有一個比例的 所以中小型的船其實還是占大多數喔 那就回饋到我們剛剛講說 其實非常大的一個狀況是 因為我知道這個大型非常的重要 可是它非常有可能就是跑我中間的 主要的航線那個高速公路 那我有非常多的小型的船隻 我還是要靠這個機動性很高 你馬上來幫我把它載到一定的量 我就去把它卸貨卸掉 或是我就可以去上貨去把它去裝載完 那船的這個部分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那也包含有人開始去看說 下一個世代的船到底會長成什麼樣子 上面這個是我聽說真的有要做的 他們要在桶上放風箏 放風 這個 那是風箏喔 類似風箏的原理 就是會讓船可以減少那個耗油 所以它有點像那個結合風 那個帆船加貨本 所以我可以順風的時候 我的帆就可以轉哪一個方向 所以我的那個貨櫃可以減少耗油的那個部分 所以代表那些所有的貨櫃公司 在想什麼事情 我要想辦法省錢 因為我的船越來越大了 我沒有辦法負擔它這麼大的這個狀況下 我要讓它盡量是可以 當然他們會講說是減排探啦 但是其實很大部分是他自己非常希望 是他要做省錢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可能之後會看到很多怪怪的船型出來 但是下面的這個東西大概都跑不掉 就是它會有載貨啊 或者是載那個船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我先跳過了 那我下面要講說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說 這個戶櫃開始越來越大 或是這個東西越來越大的時候 其實就會延伸到 我跟後面的那個城市到底發生了什麼關係 或者我跟後面的那個城市到底關係是 要互相打架的 還是大家那個互利共生 或者是互相可以去做很好的夥伴關係的 那我先這個我現在就再說 我先用一個東西 這個是他們去看了非常非常多世界的大港 他的演進的過程 那會者出來覺得一說 好多的世界的大港都是這樣子發展出來的 那我稍微解釋一下他到底怎麼去發展的 所以一開始就像你們剛剛看到那個古照片一樣 他一定都是這種那個小的那個 那個木頭的戰道 或是那個卸貨的碼頭 就像你們可能看那個一部還蠻舊以前的電影 他講紐約的很多黑幫打架打來打去 然後在那個碼頭那邊搶碼頭 工人搶碼頭的貨 那他們的碼頭就是這種木頭碼頭 所以可是代表說這個地方是開始喔 是從這個木頭碼頭開始 那有船開始也是很小的 你剛看照片的那種船過來 那後面的那個市政呢 也就小小的就可能開始很基本的 這些基本的員工 基本的工人可以在這邊有地方住 然後有一個基本的可以生活的這個地方 到第二個階段 你會發現這個市政稍微大了一些 特別就代表說我可能這個貨櫃其實是有貨櫃量增加的 所以我增加了就業的機會 然後我有比較多開始稍微可能 我把我家人也帶來了住在這邊 然後可能開始有一些基本 除了這些工人可以就是只是那個臨時之外 他開始變成可以去定居的 我可能可以開始有學校 我有超市 我有可以變成一個小型活動的這個區塊的這個部分 那到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些稿開始出現了前排的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什麼 那個倉庫 你會發現很多你們在看那個貨櫃碼頭 比如說我們的博二 那個就是標準的倉庫 就是我今天碼頭進來 我貨量開始變多了之後怎麼辦? 我不可能把它丟在那個碼頭上風吹雨淋日曬 尤其我有非常多可能會需要有一些小小的加工廠 或是小小的這些工業產生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開始有這些碼頭出現了 開始有這個你看到的 不是碼頭啦 Sorry 我剛剛講什麼? 倉庫 好 開始有那個倉庫出現 那我同樣我的那個碼頭變成越來越多了 因為我要合這樣子的狀況 那房子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會發現後面開始出現了比較多 這種看起來像大圈圈的東西 這個比較偏向他們的那個市議就是 比較多的城市比如說金融區 開始往市區內去拉 為什麼? 如果今天這個前面是一排的倉庫 跟一排的那個碼頭工人在那邊跑來跑去的時候 比較高價的房子會不會留在那邊? 不會 比較高價比如說可能金融或是辦公室 或者是市政府他會往哪裡退? 他一定會往後線退 因為你最前面就是那個所有的那個碼頭車 在那裡跑來跑去碼頭工人蹲在地上吃飯 然後後面就是那個髒髒的倉庫 或是髒髒的那個小工廠 所以這些人開始往後退 那到在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退縮的狀況越來越明顯 然後這個前面倉庫跟後面的這個城市的這個距離 越來越遠 因為他開始出現了非常大的那一道的產業 那一道的那個工業 隔在這個港口跟隔在那個城市的中間 那再下來的時候 這個不見得所有的城市都有 但是非常多的城市會有這件事情 鐵路或者是主要的道路 或者是很快速的城市的道路 那為什麼會出現開始出現鐵路? 就像剛說我的貨已經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那那個時候很多的美國、歐洲的大城 開始有比較多往內陸運輸的這個 這個髒髒工具叫做鐵路 所以我最快的方式是什麼? 鐵路就進來啊 我把那個所有的貨櫃就拉著就走 所以其實高雄港其實這邊是有鐵路 不是有都知道嗎? 我們學校那個高雄港其實是有鐵路線的 所以他就開始發現 我有很多的這個鐵路 我可以把我的貨直接從操除 直接從這個地方過軌港下來之後 我就把他運走了 他不是只有針對我這個城市內 我可以開始拉到內陸的城市 我可以拉到其他不同的這個地方 所以開始出現了鐵路 可是出現鐵路之後就發現 哇!那那個城市跟他的距離 好像就越來越遠了 那再下來一個階段 會發現在鐵路的兩側 很常就會開始出現什麼? 高架快速道路 為什麼? 因為鐵路其實是一個很討厭的東西 他很快速 可是他是一個很大的阻隔 我如果要跨過鐵路 哇!尷尬了 每天那個車在那跑來跑去 尤其是貨櫃喔 他很多的那個鐵路 你看電影他就停在那邊的 我要怎麼去做跨過這件事情 所以最快的方式做高架 所以包含我要把工人帶進來的 我要把那個貨櫃直接透過這個道路系統的 我不用去在那裡一排一排等著去過平交道 去過這個馬路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出現了高架 所以沿著這個鐵路的部分 開始有非常多的這個高架系統產生 那再到下一個步驟 就會發現哇!那個高架越來越嚴重了 或者是越來越大了 可是在同一個時間喔 你也發現這些碼頭 其實已經都從木的那個碼頭變成 不管是鋼筋混凝土的啦 或是比較好的這個建材 它其實已經不是 因為那個船型越來越大 它要負擔的 它要負擔的那個量 也會跟著越來越大 所以相對來說它也越來越多 越來越擴建 對!那再下來 如果你去看這個碼頭的這個形狀 看高雄的哪裡哇! 好!你們覺得這樣子的這個碼頭的形狀 比較像那個牙齒形狀 那個一顆一顆一顆的這個形狀 跟你們在看高雄港的那個碼頭停泊的那個形狀 哪裡不一樣? 高雄大概你們現在看不到這種的 你們覺得哪裡不一樣? 你們高雄看到的是船是什麼? 船跟碼頭的關係? 平行的對不對? 這個這樣子的碼頭會有什麼樣子的限制? 船大型化的時候我根本就停不進去 對不對? 所以可是非常多的碼頭 如果我今天是從那個Wood Pier開始的 它在往外擴建的時候 它就是這個牙齒形狀 因為我就是一個碼頭突出去 一個碼頭突出去 一個碼頭突出去 然後我最快就是兩排停船 所以我就是船過就是可以下來 可是像剛說 我在發現越來越開始往下發展的時候 尷尬了 這些船全部停不進去 所以一旦這些碼頭碰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它其實就有一個很大的那個改革 它要重新翻盤、重做、擴建、延伸或者 因為這個它不能往外繼續再平行往外擴 它如果要擴就是全部這一塊全部必須填滿 然後船跟它去平行停 所以它就要做非常大的工程 它要全部去做改建 那另外一個走向是什麼 它就會開始沒落了 因為它就尷尬了 船就停不進來 所以你要怎麼辦 可是當它開始沒落的時候 其實最糟糕的就會是這一塊 因為本來這個地方 全部聚集的是什麼東西 剛才說的倉儲、小型的加工廠 一堆的鐵路線加一堆的高架橋 所以這些地方就會變成 開始變成這個城市裡面 如果還開始沒落的話 開始變成這個城市裡面 非常多流浪和遊民 沒有說兇殺案 但是很多奇怪的事情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去做發生 奇怪的交易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去做發生 因為它就會變成這個城市裡面 很多治安的使教 因為它所有的區都撤出去了 所有的大的辦公大樓 或是大的東西都欠出去了 前面遺留下來的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所有的港部都碰到同樣的狀況 那你會看到 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那個港部 前面中間的那一排 就是你會看到的倉儲、warehouse 然後鐵路、然後船 那後面就是那個房子 所以這一些所有的港部 他們在去思考說 好吧,那我下面要去怎麼做的時候 大概通常他們去歸納出幾種 要嘛就是那個沒落的啦 那一種是如果它還在做工業化 還在持續的有大型的產業 或是大型的工業在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像剛說 它就全部往外填了一大塊 所以我的船可以去做平行停靠 然後我可以繼續持續的去發展 我維持我的深水港 我維持我的很好的這個條件 我繼續去做發展 可是相對來說 它就有一樣有一個很大的那個切割 就是我的這個工業港 跟我裡面的都市的這個空間 那另外一個很大的改變是這種 右邊的這種 它會比較偏向什麼 這個港就不做貨櫃使用了 它開始做什麼 轉型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上面 開始就出現了非常多 不管那個小型的帆船啦 或者是遊艇啦 或者是有的沒的東西 它利用這個地方本來有的這些條件 比如說我們的博爾特區 比如說這些相關的這些東西 可是它轉型去做所謂的油氣使用 所以如果這個港它要 或者是這個港跟城市 它要繼續活下去的話 他們會發現有這兩個很大的策略 那這件事情就非常剛好的 你會在高雄同樣的發生 所以如果你有 上次你們在走開始去看 或是稍微關心一下高雄 最近的這個發展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北側 就是過港隧道以北 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在做那個右邊的這一塊 所以小鴨 所以遊戲音樂中心 所以那個航運大樓 所有的事情都在做什麼 博爾特區在做什麼 它在做轉型 所以不會有那個大型的那個貨櫃 在繼續停到這邊 那你們那天看到的時候 應該還有看到一些 可是那一些在整體政策上面 長期的規劃通通都要撤走 都要把它往南撤 所以北邊的這一塊 它就要全部變成是這種形態 因為它已經是舊港 那它的舊港 已經有一些特殊的建置 讓它沒有辦法再去做 大型的工業開發 那南邊做什麼 高雄港的南邊 就是在做你們看到左邊的這一帳 所以目前高雄有非常大的 洲際一期、二期、三期的那個工程 就是它要讓它再往外面填 然後做 他們覺得條件會更好 然後可以接受比較大型的船舶 比較大型現代化的這個機具 進來的這個船 然後繼續去發展這個所有的工業 然後讓所有的稍微的工業 全部都移到一定的區塊 然後稍微離城市遠一些 所以同樣的這個狀況 在高雄兩個狀況都看得到 那這個跟剛剛是一樣的事情 只是他們把它做了一個小短片 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港到底是怎麼從一個小的木頭的船 開始變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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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是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 所以可能就有很小的木頭的碼頭跑出來 然後有比較多的 開始越來越多的城鎮 越來越多的市區的這個發展 然後開始有鐵路開始有這種大型貨櫃的運居進來 那後面城市越來越大 可是其實有鐵路開始 或是有這個快速道路開始 其實城市跟港的那個區隔就非常非常大了 就算是被切成兩塊了 所以很多的港他們在做改變的時候 要嘛就是像剛說他開始去擴建填竹 變成是可以符合現代使用的工業港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會變成 比較像我們北高雄去做 去做油氣使用 或者是去做救港再生的那件事情 所以這就會比較像北側可能去做救港再生啊 或有不同的那個港腹的那個狀況 所以下個禮拜下個禮拜開始 會跟大家談說喔好對這兩種狀況 所有的港庫的城市都在去做轉變 不管他要做救港再生的 不管他要去擴大做工業喔 可是還是要有下半會談什麼叫做綠色港 所以他們開始希望除了工業之外 他可以把這個環境的這個議題 因為國際也都要求了 國際法規也都要求了 所以他怎麼把這個環境的議題丟到 我還在做工業 我還是要做產業喔我要賺錢 我還是要做產業的這個狀況下 可以怎麼把那個概念去帶進去 所以下個禮拜會針對這兩種不同的形態 在跟大家討論的部分 那今天我會花一點時間 把我們上個禮拜的講的港給講完 我們上禮拜講到那個港的演技嘛 從最小的路路變到那個最後的狀況 那我們把港講完 然後會帶一些那個港部的 不是港部 海域的油氣 就是我們已經從那個國際的議題 回到那個港航運 回到那個港這件事情 那往下要回到說 那現在大家在發展的那個所謂觀光油氣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海域可以做什麼樣子的油氣的事情 那先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是剛中午人家傳給我的 可是我不知道是謠傳還是真的喔 你們可以馬上上Google去看一下 欸不行馬上 下課時間再去看一下新聞 是真的嗎 不是有人惡作劇喔 因為我就是要下來上課之前 我助理很快的傳了一張這個照片給我 這樣告訴我說欸小鴨爆了這樣 所以我還沒有去驗證這件事情的真實性 但是這個是剛才他們傳來的 那滿哀怨的喔 好 為什麼忽然我覺得 這個孤氣的時候 把這個東西秀出來給大家 我們上禮拜講 那個港舖在發展的時候 其實有一部分的港在轉型 他要轉什麼 他要轉油氣 他要轉觀光 那观光的时候你就知道 其实大家当时都一直在争 那其实台中跟花莲 一直比较消极 因为他们的港相对来说 跟市的关系没有这么紧密 所以这两个关系最紧密的 一个就是基隆 一个就是高雄 所以当时小鸭的时候 他们其实争取的非常非常积极的 就是希望这个小鸭 可以到这个地方 帮这个港去增加它的曝光度 所以你会发现 在高雄的时候 它好像看起来是比较安全的 它没有太大的状况 那相对来说 在基隆的状况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从你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新闻 各式各样有趣奇特的状况跟新闻 到今天中午最新的状况 是这个新闻 所以这样子的事情 对这个港来说 不是一个太优良的形象 但是你可以去感受到 那个背后这个港 有多希望这只鸭子到它的港里面去 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多很多周边的东西 它可以带来非常非常多 这个港很好的形象 所以回到 所以延续我们今天继续讲港的这件事情 给大家一点很基本的资料 我希望应该大家都稍微有一些资料 知道高雄港 这是高雄港基本的资料 前面我就不说了 基本上你们都知道台湾有多少个商港 有多少个辅助港 点头还是摇头啦 台湾有几个港 几个商港 国际商港 腰头喔 哇 三个喔 国际商港 尴尬了 越问越尴尬 国际商港喔 国际商港喔 几个 猜错了今天晚上不可以跨年 不要猜喔 不要猜就连下课都不要下课了这样 台湾有几个国际商港 反正手指头绝对数得出来的没 台湾有几个国际商港 台湾有几个国际商港 台中高雄 对啊 那你把基隆置身何处 这不是你们的国中课本念过的吗 台湾有几个国际商港 台湾有四个国际商港 哪四个 哪四个 刚才你们已经讲了两个了 台中 基隆 高雄 花莲 花莲 请问一下刚刚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啊 真的不看不起我们家花莲港 那三个辅助港 哪三个辅助港 苏澳 苏澳 还有咧 台北 还有一个咧 还有一个咧 还有一个是谁 台南在哪里的港 台南在哪里的港 新达在台南哦 新达在高雄啦 在台南台南有什么港 喂喂喂台南人台南有什么港 安平港 所以这叫台湾的商港 台湾的商港 刚说的辅助港是辅助这些所谓的主要的国际商港 台北港是辅助基隆港的 所以基隆港刚可怜的这一支 这边已经不做 不是不做 这边的状况货运它已经发展不下去了 因为它的腹地太小 所以如果你有熟悉基隆的人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这个地方像我们上个礼拜讲说 船越来越大货越来越多 周边腹地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是消化不下去的 所以它需要台北港去帮它做辅助港 所以上次我们讲说 不做货运的它要去做什么 转型做观光 对不对 转型做 不然它就开始没落了 不然它就被基隆的人开死 所以这个地方开始要去做什么 做转型 所以才会出现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稍微有一些概念 台湾有这些所谓的国际商港 就是应该要 所谓的国际 就是还需要有很大的责任 是对外的 外面进来的货 那刚说的四大国际商港 它每一个有每一个各自的任务 所以比如说花莲 大家刚才非常忽略它 或是忘记它的 花莲很大的任务是做 矿沙杀石 所以它是台湾的那个 很大进来的那个 做不是货运 而不是那个cargo 就是那个货柜 它比较大的是做 杀石 所以每一个港 有每一个港的重点跟特色 所以如果以高雄港为主的话 它全长 12公里 很长哦 非常非常长哦 那 如果 好 上次我们有讲过那个tube 还记得tube是什么 货柜 用货柜去算的那个量 所以它每年其实是会有 我们上个礼拜讲 有大概非常高的那个量 它现在说1000啊 大概去年900多 那今年应该可以 可以破千 所以整个所有的港 那是高雄港的基本状况 那我今天会很快的跟先跟大家谈 我们上礼拜讲完的转型之后 现在大家都在很积极的推一件东西 叫做绿港 那我会分两个部分哦 一个是我们上讲说 它转型完之后还在做货运的 或者是还在做工业的 还在要发展这个港铺 开始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型化或者是工业化 可是不代表它大型化工业化 它就变成一个罪魁过手 那他们希望这个所谓的绿色港 就是它在大型化开始去做现代化之后 它可以把非常多环境友善的概念 把非常多简单减碳的概念 把非常多他们之前污染环境的这些 这一些事情去做弥附 所以那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说要去转型的 那它怎么把这个所谓的环境友善 或者是绿色相关的这件事情 放到这个港里面去做港铺的转型 所以先谈所有的港铺的周边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 或者是如果今天叫你们开始去填那个 激发大家的想象力 如果我今天给大家一张空白的纸 叫你写港铺跟城市的冲突 叫你写出个一百项 你写不写得出来 嘴巴张那么大 写不出来哦 那现在再打八折好了 八十项 提外话 前前没事训练一下自己的 头脑的 转动的 频率跟速度 我说提外话是 真的是提外话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任何刺激创意的游戏 还是你们上课都非常的乖巧 就是老师上课你们听就对了 有这么惨吗 你们这一代应该是已经比较好的教育上来的呢 你们的小学没有已经是二十五个人一班的课了吗 对啊 理论上你们的教育是小学的时候应该你们办一班只有二十五个最多三十个人 三十五个 四十八个 你们是改到一半的那种是不是 改革到一半的那一群 好那我只讲一个例子 我只讲一个例子 那你们自己回去思考看看 为时不晚 你现在也可以这样子去训练你的 你闲闲没事去训练你的头脑 或是或者是以后去训练去荼毒你家的小孩 去做同样的事情 基本上现在的教育应该已经很不一样 那我比你们再早一代 可是我碰到过一些比较特殊的教育的状况 那他会闲闲没事 一个老师就走进来 然后拿了一个那个早餐的那个罐头 那个那个那个那什么肉酱什么酱的那种罐头 那就发了一张纸 给你告诉你说 请你写出这个罐头可以做的一百个事情 小学生 小学生 罐头就罐头 那你就这一种 你就做这么一种 它就是容器 它就叫做一种 可是 可是 你不要告诉我装砂糖 装盐 装酱油 装那个 它就是一种 它就叫做容器 所以 你就是 就是想尽办法去写出它一百种 它可以做的事情 或是它可以 发挥的 它发挥的功用 你不要跟我说不可能开玩笑 我写了两种就没有了 所以 尽量去想所有事情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我今天同样的事情 我丢给你 告诉你说 我当然不会叫你写罐头啦 我如果叫你写说 你能不能写出 这个港 任何一个港 你现在周边 你们都已经念到大三大十了 每天经过的这个高雄港 写出一百项 打八折八十项 港跟市 中间的问题跟冲突 你写不写得出来 如果今天晚上跨年 不知道干嘛 就去跟你们的那个 五个人围在那些 没事的 每一个人讲 一个讲不出来 就喝一口酒 不可以冲冲你们喝酒 就是每一个人讲 讲不出来的就 讲不出来 就把前面的菜吃掉一盘 所以我担保 你到最后 你们可以挤出八十个 这个港跟这个市的问题 所以如果 如果 我刚说为什么绝对写得出来 如果我今天随便去点 大概我现在 现在我这个上面 我就已经可以列出个 将近十个到二十个 不同形态的 而且都还是很主要的 如果你是要的 你可以想到非常多 我今天从空气到水到土壤到人 到周边的社区到我的产业 我是不是都绝对会有冲突 所以这个是港跟市 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那非常多的国家 他们也都做了这件事情 他们也都把它全部都列出来 可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好 我列完这一百项 我列完这八十项之后 我不能跟我们的局姐讲说 这一百项请你帮我解决 或者是丢给高雄港的 那个港务局的局长说 我已经列出了一百项 好多问题哦 怎么办 你帮我解决 通常他们会去列一个 最大的优先顺序 告诉他说 如果今天你有钱 请你帮我先做前面的 那至于他这些东西怎么出来的 可能是做民调 可能是做 大家的那个 那个关心的程度 比如说我今天就 已经列出了一百个 然后我下去去问 所有的高雄的市民 请你告诉我 你觉得你最困扰的是哪些事情 那从这个东西 你就会去发现说 这些欧洲的这些港铺 他们就非常好玩 他们就去列出 把他们原本的一个大的 非常大的这些的系统 开始去检视出 到底这些港 对他们来说 前几大 前十大的那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会去看哦 从最早 开始大家会去 会去考量的是 我的那个港铺发展 好像来说 那个会影响到我家的房子 影响到我家的地 所以我不知道 那个港的发展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是我很关心的 或者那个水 我很关心 可是你看到最近期 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到2009年 最关心的那个 优先的环境议题 跳出来的第一项是什么 噪音 你会发现 他每一年 每一个世代 每一个这个 这个的状况 这一些地方的人 或者是这一些 欧洲的港部 他开始去 有一些不同的转换 开始去发现说 我本来是觉得 我可能连你港 到底是怎么发展 或是你到底要发展 成什么样子 我都不知道 我好担心 或是 我希望你给我 一个明确的答案 到最后 已经到非常贴近 那个人的一般的生活 甚至是 那个噪音的这件事情 那我相信 如果你们今天列出的 那一百项 在高雄市来问 噪音应该还排不到最前面 噪音可能会在 搞不好 只有那个小港周边 或者是非常非常临近 可是他甚至应该 在台湾 那个Air Quality 应该还会比噪音 在更前面 那另外转换一个角度 是想到什么 应该代表 空气品质的这件事情 有可能 在欧洲 他们已经有一些解决的方式 或是他已经有一些 他们可以改善的机制 所以到2009年的时候 才代表这些民众 他觉得反倒觉得 噪音对他来说 是影响更大的 所以在所有的这些港里面 他们开始去列说 这些所有的港的重要的议题 到底是什么 跟这些民众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他们在发展 所谓的绿港的时候 我才可以把这些 所谓的环境议题 放在最前面 去告诉他说 我要解决噪音的问题 我要解决空气的问题 我要解决所有的废弃物的问题 我要解决噪啦啦这些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其实 在看到前面的时候 我们都很压悠 因为你看到的至少的前 前五 几乎都没有水质的问题 一般来说 大家想到港铺的问题 你第一个会想到是什么 水的问题 可是水的问题 在他1996年的时候有 在他2004年的时候 除了那个 那个 就是他们输菌之外 其实没有非常直接 针对水质的这件事情是有疑问的 或者是他们觉得是他们关心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 在厘清一个港部议题的时候 最大他们开始去做的一些事情 那到底什么叫做绿色港 或是到底为什么他们去发展 这个所谓的绿港的东西 那我们当时 你现在看到图上的这些国家 或者这些有打大十字的地方 其实都有在发展这个所谓的绿港 那上礼拜如果你们记得的话 我们讲说这些所有的大的十字的地方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那个大圈圈 很重大港铺的那些区块 所以代表 有在录影我不能说 这些港铺觉得坏事做多了 要来做一些好事了 可是其实是真的他们发展到一个 这么大的量的时候 他开始有很多的抗争 开始有非常多的声音跑出来 所以他们开始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一些不同的城市 他们都有很多不同的策略 那我只讲几个比较 我只举一个比较 比较直接或是 现在来说你如果去查那个绿港 通常那个案例分析 会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它 那它是美国的 有人翻长提港 有人翻座长滩港 就是Port of Long Beach 那它基本上在加州附近 在那个洛杉矶那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运量非常大的港 那它不在我们上次那个前十之内 可是如果它的运量加上LA的运量的话 它可以到前五 但是它单个的时候没有 所以它其实是运量非常大的港 不是那种我们一般觉得 它已经开始慢慢没落 要去转型的 不是它还是一个工业的重港 那它当时他们就提了一件事情就是 它们要去发展绿港政策 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说 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 因为它在美国的西岸 它说实话没有这么这么大的竞争 所以它可以定一个非常 相对来说比较强烈的法律或者是规范 因为你都得来啊 那在亚洲可能没有这么直接没有这么快 但是他们当时就非常赶 他们就去定了一个所谓的绿港的政策 所以告诉他们说 你会看到它列了几个东西 除非除了我们平常知道说 环境的永续啦低冲击啊 这个大家都都已经非常会讲了 但是它多了一个是 社区 那这件事情 现在大家觉得很稀松平常 可是在当时不是哦 当时大家一般觉得 那个港就是一个重工业 所以好像跟社区无关耶 为什么社区要来去做参与 为什么社区要来进来我家的港 所以他们当时提的绿港 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除了对环境之外 它对周边的社区是有责任的 它是有义务的 所以他们当时做了几个大的事情 包含他们对野生动物啦 空气啦水啦土壤啦 土壤啊社区啊这些事情 每一项都去有一些策略 那 等一下我们稍微最后会看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 刚才你们说的几大港 高雄港 基隆港 花联港台中港的网页的首页 通常去看一个地方 看网页的首页是很好玩的 你会知道它对这个地方 或是这个企业对整体来说的形象 那如果你去看长体港 他们的首页 你会看到这些照片 跟一般我们看到那个港的照片是不一样 一般来说你如果想象那个高雄港 你会看到照片 大概就是非常雄伟的货柜 然后非常那个机具船开来开去 告诉大家 我们好繁忙哦 我们有非常好的饮料 我们有非常好的机具的这件事情 可是你跳去他们的港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image 它会告诉你说 我们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要去把我们的海草床去富裕 那 如果你去过海生馆 你一定看过有一个大缸就是这个 它是这边非常著名的生态系统 所以它要去尊重富裕他们的海草床的系统 告诉大家说 我有做非常多的社区参与 让那个社区是进到我的港铺里面来 知道我港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它有这些所谓的策略 那它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通常一个政策的行程 你们那时候都做过白皮书 你会知道 你们前面会先有一些目标型宣示型的口号 告诉大家说 我要还给野生动物一个家之类的 那一直往下最后会叫做到一个比较实际的叫做行动方案 那通常到行动方案的时候就是已经有一些 它实际上面会花多少钱 要去做这些事情 也会实际上有成效出来的那个东西 所以代表长期港已经有一个很完善的从政策一直到行动方案都有的 所以我随便举三个他们的行动方案 一个是 这个 他们去换所有的卡车头 你们能不能想象 每次我们走在那个去小港的中山路 对吧 中山 中正 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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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你们看到的车头长什么样子 都有对不对 新旧都有 可是有非常大 有至少一半或者是有一定的数量的车头 是你觉得开在它旁边可能会有很大的压迫感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轮胎会不会随时会掉下来的形态的那种旧车头 相对来说 旧车头的排气状况不会太好 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个计划叫做捷径卡车 就是要求所有的这些载运 这些大货柜出来的这些卡车 全部通通都是要五年新的车头 所以那是很大的政策的改变 如果今天这样 它如果今天变成是政策了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是这些所有的厂家 它就必须要让它进到市区的这些卡车头 是新的 而且是有一定的环保的要求的状况下 那它另外还有什么 告诉你说所有的船进来通通都请你减速 所以我在船再进来的时候 我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排气 或者是排放的这个状况 那最后一个是 虽然我刚说加州 基本上它可以定非常严格的这个法规 可是你会去看 它还是有这个叫做奖励方案 还是先给你一些红萝卜 给你一些甜头 你才会开始 才会开始乖乖的照着我的东西去做 所以它告诉他们说 你这些船家这些航商 如果你可以去照我们定的这些行动方案下去做的话 做到了几项 我就给你船上插一个绿旗 那大家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又不是童子军在比谁的身上张比较多这件事情 他们拿到这个绿旗的话 它可以有什么好处 它进来港铺的时候 可以减少它的那个费用 那个租用那个港铺的费用 或者是操作的这个费用 所以对这些航商来说 除了它做企业形象之外 它可以非常骄傲说 我今天船上有差绿旗 我今天是一个环境友善的这个船 或者是航商 同样我在经济上面 我也是有用因的 因为我可以减少非常多的港铺使用的这个费用 那对加州的这个港铺的单位来说 它也有好处啊 为什么 它可以减少非常多环境保护的那个钱 所以我可以减少非常多 可能那个空气整体来说违规 我要去被环保署罚款 可能我要去装那个新的监测的那个系统 或者新的环境改善 或是水质改善的系统 我减少了非常多要去减少环境污染的费用 所以对这两边来说 其实都是有诱因的 所以就很像你们在学那个传统环工的时候 它把那个所谓的污染防治的费用 把它转到这里来 所以我减少了很多污染防治的这个费用 可是我告诉你 我鼓励你航商 我鼓励你这些进来的使用者 请你用比较好的这些行动的方案 所以对这些在这个地方发展来说 其实他们会觉得这样子是一个 可以去做执行的策略 所以目前其实台湾也在 台湾也在台湾也在台湾也在提这个绿稿 那我们现在的阶段比较 还在刚才说的政策到策略 我们还在还没有落到行动方案的这件事情 所以台湾基本上跟国外有同样的想法 就是我们要做的绿稿在做什么 就是你要赚钱 好赚完钱之后请大家减少污染 增加环境多样性 赋予环境 维持社区的参与 所以这是台湾现在在做的 那可能会有一些同学觉得 不相信到底台湾做不做得到啦 或者是不是就最后又留在口号就没有啦 或者是很多的状况 但是说实话台湾的港 其实有慢慢的在改变 在座有多少是高雄人 有 有没有小时候跟父母在高雄港周边的照片 从小到大应该都是父母会当宝贝一样 拍很多照片的那种 有没有在高雄港周边的照片 没有哦 我们其实应该要来玩一个游戏 叫做收集老照片 收集旧照片活动这样 如果你去看之前的照片 或者你今天回家跟你爸妈要一下照片 回去翻一下你们小时候 到底去了高雄哪些地方 高雄港周边到底长成什么样子的照片 你会发现很亚裔的一些事情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比较清港的东西 或者是比较可以看得到港的东西 那时候绝对都不存在 那之前的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几年生的 可是之前的高雄港周边是有非常高的 那个 所以沿着海边路一直到公园路的那边 所以其实基本上你们是不太可以 不太可以看得到港的 是所有的市民 你会知道那边有港 但是它不是一个清港的这个状况 那甚至往南边的那个工业区 虽然现在还没有还在持续的改善中 可是之前那个车子跟人的冲突是更大 它那个中间的分隔 目前它比如说你过去会看到那个摩托车跟大车 是有分隔两道的 请问一下你们去肯定去骑哪一条路 就是小港一直往下的那一条路吗 那你会骑到有一段其实是摩托车 然后旁边有还蛮大 有一个蛮厚层的那个植栽隔离带 然后在外层才是那个大车去经过的那个路 在之前没有中间那一带 所以你会非常直接的就是大车跟摩托车 就是接在一起的 所以其实陆陆续续 其实是有开始去做改善 这个所谓的港跟人跟市的那个关系 那还在持续进行中 但是在台湾开始去推动这件事情 开始希望把台湾也去朝向刚才说的这些大港 开始去发展这个所谓的绿港的这件事情 那 基本上我们刚讲那个绿港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那个绿港我就去把港七绿绿的就算绿港 或者是种树 或者之前有那个港务单位觉得我那个绿港好像我就只要把我那个港部里面管好就好 外面像刚刚说那个以前有那个围墙围墙外我管不到就算了这样 其实在看所有这些港的时候或者台湾现在在推的这个所谓的绿港 不是只有单纯港部里面而已 它还包含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那个状况包含到周边的社区 所以像上次讲说那个港部发展的时候 因为那个社区离它越来越远房子离它越来越远或是有很大的隔阂 所以今天如果要做那个绿港的时候 其实是要把那个城市跟港再去拉回来的 所以下面非常快举几个 实际上面可能绿港会涉及到的议题 或者是不同的案例在做的事情 那包含刚才说它不是只有港里面的事情 它包含所有周边的事情 比如说我不确定上次你们在游港的时候 有没有走到那个那个中港的时候 觉得那个地方看到空气比较不好 或者是有很多 你们大概不是从空中 所以你看不到空中的这个部分 可是你可能会感觉到 那个地方的空气特别的不好 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那个那个粉尘 或者是那个颗粒的那个状况 其实如果你从空中看 这个是所有的那个矿砂 它是开放的 所以你可以去想象 如果今天是有比较大的风 或者是它在运送这个矿砂的这个时候 或者甚至是在那个船 上次讲说那个船在抓这些东西进来的时候 很有可能你就会在周边造成非常多的 空气污染的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努力想做一件事情 是把这些东西加改 去做密闭式的 所以当然你要花成本 可能会要耗一笔的成本 去把这些设备这些东西去做改善 去做改良 但是期望能够减少这个地方 对周边的社区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你们也有听到 为什么基隆的压比高雄黑 不是很可怜到那边它就自动变黑了 为什么人家都觉得高雄看起来空气污染比较严重 为什么它那边比我们这里黑 你们都没有去想过 或者是没有看到新闻报道 为什么它比较黑 什么什么什么 我都听到有很多小气污染 然后声音就不见了 为什么它比较黑 今天晚上第二个跨年时在没人陪你出去玩无聊的时候 去查一下新闻有报过 虽然不代表台湾的新闻报的准确度是很高的 但是去看一下 或是你们评估一下 你觉得为什么基隆的压是黑的 可是如果今天很尴尬的是 它如果不在那边黑给你看 这些所有的黑都到哪里去了 都全部吹进了基隆市区 它不是因为只有接那只压来 它才特别故意去黑那只压 是代表这个东西它在这边 它沾上了这些所谓的黑色的粉尘也好 黑色的这些颗粒也好 所以代表在这个港铺周边 其实是会有这些 不管你看得到或是看不到相关的事情 所以现在开始他们希望说 我能不能把这些所谓的大型的厂区去做加盖 加盖完之后上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说上面可以做太阳能板 做各式各样不同的利用 你们没有进到这么里面 所以你看不到那个中钢或是台船 他们那边其实有非常多的小的沟渠 那它有非常多的排放水 都是由上游或者是由这些厂区排放出来的 所以目前这些所有的这些沟渠也都是没有进过处理的 不知道你们照片看不看得出来 这边就有一条 就有一条那个理论上应该是没这么黑的这个水 但是基本上在现况的时候那个条件都不会太好 所以在发展绿色港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希望我除了去做这个所谓的工厂的改善之外 我也把这个周边的环境去尽量的去做改善 所以让它流进这个最下面 我们叫这个最下面这个中间那道叫港池 就是流进这个所有港池的水 它是比较清澈比较干净的 就经过基本的处理然后才可以流进来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以前大家比较忽略跟城市的关系 就觉得我跟城市好吧 我了不起就可能那个以前大家看不到 我就去做一个那个围墙把它围起来 反正眼不见为尽跟我无关就好 可是在看所有的绿港的时候 其实现在在推一个事情是说 希望能够把这个城市跟这个港中间有非常非常好的 不管是隔离或者是互相的使用 所以如果我今天这些区块 那我还是要做这个港区 可是如果它今天假设是工业区 可是后面是要做都市发展区的时候 你一定就要给它够的那个缓冲区 或是够的那个宽的那个区块 那在国外有非常多的案例是 它们的这个缓冲区块可以到100公尺到200公尺 所以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区块 那它里面就会挑非常多不同的植物的物种 那其实有很多的植物是很好玩的 包含有些植物可能它有可以去抗二氧化硫 或是可以有去阻隔二氧化硫的那个功效 所以它们可以去研究说 所有的这个本土的这些物种 有哪一些功效可以做不同的隔离的这个状况 也有隔音的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去看那个树叶 它中间的那个空隙稍微大一些 可以有比较好像那个 你们包礼物的那个泡泡的那个状况 它相对来说它的隔音效果就会比较好 所以开始有很多去思考说 我能不能把这些城市跟不同的港铺中间 去做很好的隔离 很好的阻隔 那针对港区真的里面的这个部分 当时有刚才给你们看过 欧洲订了非常多他们很关心的议题 所以他们就做了非常多不同的改善的 小的措施跟事情 包含上个礼拜我们有谈过 那个暗电就是它可以下来之后 就去接那个所谓电的那个系统 所以减少这个港周边的空气污染的事情 那包含刚才说 他们会很考量能源的这个问题 那这件事情目前台湾的港还没做 可是想要去推 他们甚至还可以有一个那个 整个港的CO2的碳足迹计算机 所以即使我今天是重工业港 我就告诉你说 我今天进了一家阳明海运 还要在我的货柜港增加300个 300个那个柜位的这个部分 那我会增加多少碳排放 我就可以用这个碳排的计算机去算出来 那另外一个方面 它整体的评估的时候 就可以告诉你说 那我可以做什么样子改善的措施 我能不能去增加比较多 用电的这个方式 会不会减少我的碳排 或是用什么方式会不会减少我的碳排 所以它可以把整个所有的港铺的事情 变成不是一个大工业城而已 它是尽量去达到它可以去减少所有的这个效益 那刚说他们噪音是他们很大的考量的因子之一 所以他们当时就不同的港 他们就去设了很多的措施 包含做隔音墙啦 做隔离带的啦 或者是做整体的那个噪音管理 噪音源管理的事情 那也包含他们会去管控说 到底所有这些工厂 哪一些区块尽量让它的车 可以走什么样子的路线 减少它夜间的噪音 因为通常来说 如果我今天通过住宅区 夜间的噪音影响会特别大 所以他们开始去透过整体的那个空间的管理 去告诉它说 我噪音到底要怎么管 那包含很多很细的那个设备 比如说所有废水处理的时候 它就有很多那个船上下来的那个污水 比如说那些船上它下来的工作人员 如果它没有很适当处理的时候 它有可能在港区或者在进港前 它就把它排掉了 那我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设备 可以移动性的设备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你船道的时候 我免费提供你这些设备 让你接那个船上的排污水的那个管 那我就可以帮你去做处理完 那我也不收你钱 我可以帮你再免费再加新的水 所以可以减少这些船 对这些水的这个影响 那另外一个 这个台湾现在在做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比较不好的这个照片 这个是目前台湾的 之前台湾的港会像是这个样子 就是所有的 你看到的那些 那些比如说我抓矿沙啦 或者是掉下来的那些黑黑的东西 阳成颗粒 全部就留在这个地面上 或者是车子开过去的油渍 全部就留在这个地面上 那大家如果学工程就会知道 通常最怕的是那个第一场暴雨 所以我第一场暴雨下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水就跟着冲进了港池 所以那个时候对港池的影响 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开始就做了一个很小的事情 那我就去做一个简单的收集雨水 净流水的这个部分的那个设施 那我可以在第一次暴雨下下来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水收集起来 然后透过一个小型的处理的设备 我在排到港池里面 听起来我就可以减少非常非常多 这样子的影响 所以它除了刚才说在政策上面之外 我就开始在港里面去找所有这些 有问题的点 包含矿沙的啦 包含这种很小型即使是这个净流水 可是对里面港池影响是很大的 包含刚刚说噪音的民众抗议最多的 包含我算整体的碳排的 其实都有 所以他们可以在做整体的港区的改善 那也包含就给这些港务说 你以前是长成什么样子 所以你现在可以有什么样子发展的那个空间 那另外一个现在台湾想要推 但是目前还在还在还在做的这个部分是 希望可以去做生态补偿 什么意思 如果你记得在1996年欧洲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其实是港部发展 那他们会担心说 我在港部发展的时候 我会不会造成这个地方的气地损失 或者造成这个地方什么样子的损害 所以当时有一个概念就是 我这一些重工业或是为了经济发展的 基本上已经不能回避了 因为这个是港本来发展的诉求 那如果我不能回避的状况下 我能不能透过补偿的方式 不是给钱哦 那个补偿不是说你毁了我多少地方 我给你多少钱 而是告诉你说 我今天毁了五公顷的湿地 那我再补你五公顷以上的湿地 而且是补的东西 绝对是同样的气地条件 所以如果我今天毁的是红树林的形态 我在周边就去补一个红树林的湿地给你 如果我周边毁的是一个细湖的形态 那我应该也去补一个细湖形态的这个区块给你 所以至少在我的港铺的周边 我可以维持一样的生态系统 不会比现在的系统差 所以很多欧洲的港开始去做这件事情 那目前台湾也在推这件事情 是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印象那个南新计划区 去年也是过年的时候有新闻 去报说那个南新计划区的那个水是蓝色的 而且是那种很像那个 就是不自然不是海水的那个蓝 它的那个蓝是很像 很像那个Tiffany或是那种 你们这个椅子的这个蓝色 所以它的颜色是非常不自然的 所以当时有周边非常多的居民会担心说 那个里面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有很多有的不的的东西 那今年因为他们已经有计划 要在这个地方做那个优艇专区 跟那个转运转运中心 所以他们已经非常快把那个地方都填完了 可是对环境来说他们就会很担心 因为这边其实除了刚说那个被填完了那几块之外 其实它有一大块的 算是看起来像绿地或是漆地的东西 那高雄的鸟会去调查的时候 发现其实里面的鸟种是很好的 因为整个你去看整个高雄的沿海就很可怜 过了你们猴子多的这个地方之外 往下往南 其实就会是这种很灵性的公园 没有什么大绿地 所以在沿着海的时候 这一块南新的这一块 就会变成是那些候鸟看中的地方 因为它叫飞飞飞往下飞的时候 它觉得这一块是不错的地方 它就可以下来做栖息 所以很多的环保团体就会很担心 我如果在这边做游艇专区 或是做转运区的时候 会很容易影响到这个地方的漆地跟生态 所以现在开始他们希望把那个 刚说国外的补偿的概念放进来 就是如果我今天这个地方 影响了这个地方的漆地的时候 我能不能去富裕一块 让这些候鸟可以回过来停的地方 不是叫它转弯就飞到别的地方就走了 那最后几项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包含航商 绿港的那个 他们当时发起的那个概念 不是只有政府单位在做事 很多的国家的案例也是 不是只有政府单位很努力在鼓吹说 我们要做环保 我们要做这些 我们要做这些 刚才有谈到那个加州的绿旗 其实会让这些航商开始愿意去 改善他的设备 因为他有经济价值 因为他有企业形象 因为他有可以去回馈的东西 所以上礼拜我们谈航运的时候 其实有一间非常非常大的 上次我说那个MOSK 他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航商 那他们也非常乐意 他们也可能是之前有太多的 他们觉得污染了太多的环境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是最大宗 由航商开始发起 去推绿色航运的系统 所以他开始做他的船 去改善所有的变成环保船 那开始去让他的所有的链接 他开始去推说 如果你今天要让我MOSK去运你的货 他开始去结盟 比如说他觉得 IKEA今天很环保 因为他做的商品都是PAC的 都是压缩最少 最省空间的 所以我跟你去做结盟 那哪一家的大型的超市 你们做的是有机 你们做的是这种高的这种 高品质的这个有机的农业 那我跟你去做结盟 我减少你的运费 我帮你去做运 所以他开始去从他的航运 去连接这个产业链 去做航商 所以在绿港的那个概念 就对不是只有政府单位 在做这件事情 他把所有的航商 所有周边的人 全部都拉进来 让航商可以自己去自评 我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那是符合我经济效益的 符合我是会 企业形象的 那我也达到 我减少污染的那个效果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 航商很重要 或是刚刚那个 如果 我不确定那天 你们有没有看到 看到这个 这个在散闸货码头 所以在过 在前证核的 在如果你们过去看的时候 应该是还没有过前证核的时候 然后靠高雄这边 不是靠奇金这边 那 我不确定你们在过去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那个下面的水 特别的黑 或是特别的 看起来怪怪的 那因为那个地方是 所谓的散闸货码头 就是它上面抓的那些货 不是那个货柜 一个一个装下来 它是那种比如说 谷物啊 或是这种矿砂 是这种散的 所以它就是用那个抓斗 像抓娃娃那样抓斗 一斗一斗去抓 所以你会去看到 这下面的这片 不是因为那个投影机流民不好 这一片全部都是黑的 因为它刚好在抓矿砂 所以你就会去想象 如果刚才说 同样的第一次的暴雨下来之后 一冲下去 这个地方的港池变成什么 就是全部冲下去了 所以基本上 航上会有很大的责任 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目前台湾可以做的 除了刚才说 去给很多像加州一样 给很多的奖励 给很多的诱因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 现在也在开始想要去修法 因为目前在做这个部分 包含港铺的污染啊 或者是港铺相关的事情 其实法没有定得非常的完备 比如说今天港铺里面 去有一些污染的时候 说实话 你也不知道是高雄是流进来的 还是是港这边流进来的 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 觉得说我要去抓 这是高雄市的管哦 不是我港铺的管 所以你不能罚我 或者我到底要用什么东西 去做开罚 所以他会同时是 在给他红萝卜吃的时候 也给他所谓法令的修正 告诉他说有哪一些管制 那最后一个绿港 再去做的事情 是刚才说的跟社会有关 所以所有的这些港铺 除了刚才看到加州 看到很多欧洲的港 他们基本上都在做 跟社会有关的事情 所以跟社会有关的事情 通常会有两个比较大的部分 一个是比较偏向 主动去帮人家做防护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 这个是高岗 通常来说 你们会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在哪 对民众来说最危险的地方 或者是最不友善的地方在哪 应该都在越往南的地方 对不对 小港 重工业区 那他会 假设在你们刚列的八十项的问题里面 他会碰到最大的哪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他会有公安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们最常听到 他们会很怕那个厂区一爆炸 那个大领埔那边的人 就会开始出来抗议 说他们要牵村 因为你危机到了我的生命安全 那他会碰到什么 每天那个车子在他家开来开去 那边的几所小学 其实是非常可怜的 因为他每天 就会要受到这样子的噪音 这样子的尘害 或者这样子的灰尘的影响 那他会碰到最大的刚说噪音 跟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的这些大港 他们开始做什么 把周边的社区去做分区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 这个高度危险区 政府单位或是港务单位 要干嘛 帮你提供很多的服务 包含健康检查 包含防护 包含周边是不是有 足够的医疗设备 包含如果今天真的有公安危险 我有没有足够的避难 或者是庇护的这个场所 所以其实最大一个 是最开始的见解 所以这些港铺 会帮周边的这些居民去定期 比如说他今天觉得说 这个地方很大的问题 可能是噪音 或者是可能是空气 他们会帮他地体去做肺部 跟那个听力的见解 或者是全身的见解 那如果他有任何的危害 或是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那个风险评估 或是风险管理的东西出来 所以其实在港铺里面 对居民来说 那个是可以确保 这个地方居民是 他信任这个港 觉得说好 那我留在这边 或是我住在这边 我至少是 某种程度上面来说 我是有保障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 是属于比较参与性的 就像你们刚刚看到 加州会希望他 有很多的民众参与 有很多的公开性的这个东西 那他最大的目的其实是什么 是让这些民众 知道这些港在干嘛 所以他不会是关着 那个门里面 在那个围墙里面做事 而是告诉大家说 我这个港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请你随时可以跟我们反应 所以他可以减少 像现在大林坡那边的状况 所有政府的案子都进不去 上礼拜我们有谈说 那个高速公路盖不下去 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 不是因为居民去反 这个所谓的高速公路 说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一个很大的事情 是这边的居民 对整个周边的开发 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所以他们现在是 所有要进去的计划 通通反对 包含要进去的游艇厂 他们说不要 要进去的任何一个东西 都绝对是不要 因为他们觉得 我根本不知道 你会进来一个 什么样子的事情 所以在很多国外的 这些港部发展 他们会希望这些民众 是可以去主动参与港的 所以甚至他们会每一年 有不同的活动 不同的形态的开放的事情 让那些居民可以进到 即使是重工业区 不是只有那个 我们说那个观光区 即使是重工业区 所以去开放这个港 可以让民众是可以做情境的 那我们其实前两年 在高雄办了第一届的绿港节 那时候你们有去吗 没有 你们那时候大几啊 大一 大二 你们班是有人有去过的吗 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概念 没有印象 有看过 可是没有跟着 没有跟着我们去就对了 那我们当时其实 其实办了 还蛮有趣的第一届的绿港节 在高雄 然后当时反应还不错 觉得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担心 觉得不会有人来啦 然后当时用的是那个 无车日 就是世界无车日 9月22号 然后当天还来了蛮多人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那个 那个民众参与相关的这个 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模型 互动型 互动型的模型 那个模型 目前还躺在我们的仓库里面 不知道把它怎么办 因为那个模型有六公 七公尺乘两公尺大 非常大一个模型 那当时我们有收到很多 很不一样的反应 就是很多的居民 他告诉我们说 他在这边住了很久 可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子 亲近过港 或者是看过 就是了解那个港相关的事情 那也包含我们去 让他在那个图上 在那个模型上面 他可以去点出说 他到底觉得 他最有兴趣 他觉得 哪些地方港部该做改善 哪些地方港部该有 后续的发展 后续相关的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 那效果不错 那我们也希望 那个港务公司会继续办下去 因为我们是学校单位 我们只能办第一年 之后就没力气完了这样 所以之后港务公司 如果你们后续有关心高雄的新闻 或者是整个港的那个新闻的话 他们应该会持续往下去办下去 那最后一个跟 跟工业发展这边港相关的部分是 其实全世界你都会知道说 很多东西到最后 大家都会希望说拿认证 我要去证明我的还工很好 所以我去拿一个还工技师 然后有一个团体帮我去做认证 我要去做什么东西 去推那个环保标章 我有个国际环保标章的认证 所以同样在港这件事情上面 也有一个认证 但是这个认证 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在欧洲 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点 那个绿色的小点 全部就是这个欧洲生态港 他们有在做认证的点 所以他就会从刚才说的 这些面向去评估 评估你里面的 整体的环境的规划 是不是OK的 整体的设备是不是OK的 你有没有做社会参与 你有没有做民众参与 你有没有做生态的考量 有没有做生态的弥补 等等这些事情 如果你今天都有做到 你有这些持续进步的这些过程 我就给你一个这个张 那对这些港来说 拿这些张有什么好处 它变成一个很大的联盟 所以比如说我建安普斯坦的单港有 那我下面一个点 会觉得我要去跟汉堡港 因为他们也是一个 绿色相关的这个港铺 所以我可以去跟你去做 去做结盟联盟 或者是去减少 互相的一些交易的这个费用 那更进一步是 他们会担心 你们会知道 现在不是那个很多的商品 是有那个环保标章的 电器 那现在有很多的 欧洲的国家 如果你的商品 是没有这个环保标章的 它根本不会让你进去 因为它会觉得说 你这个产品根本就不是一个环境友善的产品 所以也会非常开始 大家有这个风潮是说 如果今天这些所有的港都是认证的 那这些大的航商 像刚刚说的Musk 他如果要选择港 要去停靠的时候 他会选什么 他会选有这个认证的港 因为对他来说 他会觉得 那个是他企业的承诺 所以他要去选有这样子的港 去做停靠 或者去做设点的这个动作 那目前台湾在申请 所以有看到一颗小小绿点在台湾了 非常开心 他去今年 今年被飙上去了 所以我们在帮他们做申请 所以如果希望可以成功的话 应该明年的 明年的六七月左右吧 或是七八月左右 他可以 高雄港可以拿到那个证书 但是限决条件就是 高雄港要去做完这些所有的改善 就是刚才说的 这些设备的改善 或是这些环境的改善 跟人的关系 或者是生态的这个改善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高雄可以在亚洲这边 先去贴那个 那个绿色的点 那就会吸引这些所谓的国际航商 可以进到台湾 可以开始在这个地方去做设点 那 我没有不算好时间 我再花大概半小时的时间 很快跟大家说一下南侧的这个部分 高雄港北 不好意思 我有点秀德 高雄港北侧 就是 高雄港北侧 如果我今天要做改善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的这个状况 那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 那个转型的这件事情 那 刺激哦 这发生什么事 没事 那 这个部分呢 我会稍微快一些 因为可能有一些概念 听起来是比较通论 而且是你们比较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举一些不同的 这些转型的这个水案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到底 他们到底改善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高雄港的 北港的这个部分 就北边的这个港的部分 就是现在正在做 或是基隆也很想做 那个小鸭的那个周边 他们有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 告诉我 为什么这些地方 要去做转型做改善 上礼拜我们讲过 因为它开始没落了 它开始很惨了 它开始 因应不了大型的船只 带来的这些事情 所以 它转型或者是它再生的时候 几个很大的契机是刚好 这些事情都水到渠成了 所以我可以同一个时间 这些条件都有 那我可以开始去做再生 那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 水岸周边的土地很大量的释出 那所谓的释出就是 因为我产业没了 我工业走了 我工厂也没了 我那个博二周边 我忽然发现我全部都通通都变成 闲置土地了 这个时候它就会非常大片 非常大面积 可以开始拿来去做再生 所以这个是阿姆斯特丹港 那现在已经全部再生了 现在它已经把那个货柜 移到别的地方了 然后这个就是旧港再生 就非常像我们的北高雄 所以你会去看 当时可能现在去看 觉得完全你想象不到它之前 就是一样的形态 就是周边是这个船 所以如果你记得 我们上次讲那个牙齿型 它如果大型船只的时候 基本上它已经进不来了 它就是两排 它已经没有办法并挺 所以它的货运量减少 它必须要在外侧去做大型港 所以之前这个地方 全部都是这种仓储啊 铁道啊 或是这种小型的 这个看起来非常不太佳的 这个状况 那它转型之后 这是它现在的状况 它用它们的那个仓储 或是那个房子去改建 变成这种个人公众室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那种房子 那相对来说 售价跟租金都很高 所以如果你们有去过 你不觉得这种房子 或是那种 你们应该这种年纪 或是那种个人工作室 会非常喜欢的那个空间 因为它挑高够高 然后可以去做那个加乘 可以在里面 随便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所以它可以去做 很好的空间的利用 所以没 对啊 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说室内空间啊 那它又很好的是 它每一家的后面 我都 我每一家的后面 都可以有停船 所以对它们来说 它是一个吸引力非常高 所以它的租金 跟它的售价是很高的 所以它可以非常快 就把这个东西给 转型去转掉 去做释出 那包含很多 你会看到的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几个案例 通通都是旧港 去做再生 可是目前 都不会是你看到货柜码头 或是散扎货码头 在这个地方去做进出的那个状况 不好意思 我忘记去秀那个 换那个字 那另外几个很大的时间的改变 其实是下面这几件事情 就是刚好那些时期 其实欧洲的国家 美洲的国家 都在重视所谓的环境的议题 那那一段时间 有非常大的那种 对历史 然后对那个城市 对人的那个本质 去重新审思 或是重新去思考的这个过程 那也包含那段时间 大家其实开始去讲一件事情 叫城市美学 这件事情台湾现在在谈 可是当时在这个工业 全部发展完之后 其实大家开始觉得 这个城市好丑 所以我们要去谈城市美学 然后我们要去谈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都市更新 所以这些所有的事情 刚好碰在一起的时候 这些水岸开始变成 他们最好一个 开始去做转型的这个时间 所以你会去看到 高雄近几年会发展得非常快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也开始 我周边所有的土地 全部都释出了 因为南侧差不多 已经在田在盖在搬迁了 所以他们会希望把北侧 全部都搬下去之后 我在周边的土地 基本上就会像柏尔这样子 去做释出 因为他没有这个工业需求了 那高雄近几年也开始说 他不是不要背那个工业城的包袱 他要有不同的城市的印象 他要有刚才说这些 这些所谓的环境的这些议题 城市美学的议题 这些议题全部都跑出来 所以高雄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那我很快地用几个 这种大型的水岸 都是从港转成的哦 的一些地方 那给大家看说他们的议题在谈什么 那他们有哪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 所以我不会全讲说他们这个港 到底历史啊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只讲说他们有拿几个很不错的那个 idea 让他造成他转型很成功 所以比如说夏图 那他们当时转型很成功 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他们非常非常 夏图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市民参与的地方 那他们也经过非常多的过程跟抗争 但是你会去看到这个是他周边 一样有非常多的码头跟港铺 那他们在做那个转型的时候 他们有非常多次的这种大型的供听会跟说明会 所以 哇我刚删太多图了 所以他们也是跟你们刚刚看到 我们当时没有高雄没有做这么大 但是他们在西雅图的时候做非常大哦 在很大的那个那个空间里面 他就有把所有的愿景全部都贴出来 然后请市民去参与 共同规划他们的愿景 所以到后来他们现在真的在开始在 已经算规划完成了 已经在做细部设计跟开始去动工 所以之后的近五年到十年 西雅图的水岸会长得非常不一样 所以有机会如果去西雅图玩的话 你可以去看 那他所有这些东西基本上 都是由他们的市政府跟市民共同讨论出来的 那纽约当时也做了一些很很特殊的事情 可是我要谈纽约的是谈他们的投资 他们的那个那个公司部门的投资 那他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是 你现在看到这个也是他们之前的码头 就是南码头的这一块 已经全部都再生了都改建了 那好当时我等会回过谈约那一张 跟西雅图去做对比 当时纽约他们其实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事情 他的政府先丢钱 因为一般来说通常政府都会是先喊没钱的那一个 可是这个地方在纽约这件事情的时候 纽约市政府其实还蛮聪明的 那他们当时把这个周边的水岸 全部都先投公共投资的钱下去 所以把这个周边的这一条 全部都做得非常好 而且是用公有的资源去做的 那做完包含这些所有的绿地 所有的周边 做完之后 你觉得那块地的价值高不高 就非常高了 他才去卖给这个私人 才去让这些私人去做进驻 才去让这些私人可以进来 有相当的这个开发 但是他会要求这些私人 所有的这些绿地 全部都跟外面去做接在一起 所以他非常成功的去做了一件事情 是我保住那个水岸的空间 因为我告诉你说 水岸我是政府已经买下来了 我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绿带 不会去被私有化 不会去做垄断 不会去做切断 那相反 相反当时那个多伦多就比较刚好反过来 多伦多市政府太急着把地拿出去卖钱了 所以当时的多伦多 他就会变成 这个照片有点不是很好 但他们当时就会变成 他水岸还没有去做 那建商他就一块一块卖出去 就是比如说Bloard这一块我卖给了 好远凶集团 不然还有谁打个大家我也不知道 那在那个流行音乐中心的那一块 珍爱码头我卖给那个 台湾出了远凶还有谁啊 香菱建设好了 香菱也还蛮大 卖给香菱建设 那再往下那个珍爱码头 不是珍爱 再往下那个 那个 八五大楼队出来的那个 不是啦 八五大楼队 星光 星光那边我卖给了 哈 那是谁 地宝 地宝有很大街吗 好随便 我卖给了 好卖给中山大学 那个 产创投资中心好了 好卖给他们 可是你觉得这些私人企业 他如果拿到了这么大一块的水岸 他会做什么事情 盖 盖非常高的楼 然后我就把前面的水岸去切断了 因为我家买的地 所以当时 头人头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的所有的水岸空间不见了 因为他被私有花了 那你就会发现 你看 当时 这两个是 这个是指 投资的这个部分 那 当时的纽约 后面灰色的是政府投资的钱 所以 开始政府先投资进去钱 投资进去钱 到后来那个私人的钱 哇 变得好高喔 他会去增加他这边的土地的价值 可是因为头人头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 所以 头人头当时 因为这样子的想法 他造成他的那个水岸 其实是失败的 现在如果你去看 他前面的那个东西是不连接的 所以 纽约当时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可以保有他非常高的水岸的价值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纽约 他们都会说 南马头很漂亮 很多电影都在这边拍的 那他基本上就是旁边的这一道 那也让他周边的这个房子的价值是很高的 那 Boston 如果 之前有听过进化学的会知道这个案例 那如果没听过的 听过的我很快去讲一下是 他其实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是 他把一个非常大的快速道路去地下化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去讲 所有的码头开始有了之后 我就会开始有铁路 有上面的高架 有上面的快速道路 所以Boston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情 可是他做完之后就发现昏倒 我就把很标准的把我很好的要转型 把我很好的这个港铺的条件的东西 跟我的大金融区就硬生生的切成两半 然后港铺也发展不起来 金融区也被围在那个里面 然后市民也都挖挖角 也会交通阻塞 所以他们都过了很长的一段交通快案期之后 他们去决定他把这条全部地下化 所以这条很大的 这条不是一般道路 这是高速公路 像我们的国道一号三号这种高速公路 他花了非常非常多 是美国近几年来最大的公共工程的案子 耗时跟经费都是最高的 把这一整条全部都埋到底下去 那这是之前如果去Boston的时候 他一定会通过像这样的状况 有那个高价在下面 所以他全部通通买下去 这是之前的状况 现在开始上面的那个绿地出来了 所以他做完之后 让这个周边的那个港铺价值更高 也开始去相对来说也开始去赚钱 所以开始把这个所有的金融区 连到周边的这个港铺商业大陆 以前这边的房子房价都不会太高 可是现在来说房价都很高 所以Boston只是做了一件事情 他去改这个中间的基础建设 把中间的这些交通建设 两边的那个隔阂去拿掉 那费城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国家保障》的第一集 就是在费城跑来跑去的 跑到那个什么大宗 然后跑到什么地方 就在这里跑 那为什么他在这边跑 因为他是这边历史最有名的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他们这边也是一样 你会看到这边也是一些的这个码头 那他们其实只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跟后来那个电影还有点相关 他觉得他们 觉得费城是他们美国 非常非常有历史地方 历史意义的地方 所以他就把他这些历史元素找回来 所以包含在港铺 你会看到他们之前的旧的船 或是旧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文化 那他把 我不知道当时电影有没有这张图 可是他把他们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历史街区 用 不是这个人啊 是用地上的那条线去接起来 他们串了一条线叫做storyline 就是他们当时那个签 谁去哪里 哪一个议员去哪里去签署 然后谁在什么地方 就是用一条这个所谓的故事线 在地上去标出来 那你会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只有去标一条标线 可是他非常成功的做什么 把人从那个港 用历史的那个角度去带回那个城中心 告诉他说 这些所有的在当时的这些历史事件 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历史的脉络 或是历史的这些线 跟这些建筑物是有相关的 所以包含有些地方的线 就只是一条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可是你只要follow那个storyline 你就可以找回这个所有的历史 找回这个费城所有的历史 所以才会你们看到那个电影 它其实有它背后的故事在 它就会沿着这些东西 在整个城市里面跑来跑去 他就可以找到他们当时签署 当时他们觉得会藏在哪里有那个秘密 或是藏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线索 的那个地方 所以他没做什么大事 他就是用这条线 去把一个港铺跟都市里面去接起来 那Bartimer是一个很典型的内港再造 就是它的港铺不大 只有这个小小的一区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些 这些房子 其实柏二非常像他 那他有这些 之前所谓的留下来的旧仓储 那他是 他其实比柏二早非常非常久 所以他是很早期在做这种转型 变成 变成把 仓储 就是我们讲说那个warehouse 把这种仓储 转成大型的商业点 非常成功的典范 所以很多人 后来很多你看到的柏二 很多的那个都会 基本上都拿它当案例 那比如说像这一栋 你看到的 看起来像有烟囱的那个房子 是非常有名的 我不知道这间店有没有进台湾 Hard Rock Cafe 有吗 台湾有Hard Rock 台湾饭做什么 台湾饭做滚石喔 是一间餐厅 我不知道台湾后来他们有没有进 或者是饭做什么 可是他整栋就被Hard Rock包起来了 所以他开始让这个地方 那这间 有看过台湾有这个mark 或这个logo的吗 没有 那大哥就不是同一间 他是一间餐厅 所以他可能形态有一点点 像高雄的那个蓝色空巷 那样子的东西 可是他是全美连锁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大型的 所以很多的个星 很多的那种小明星的发迹 都是在这种地方 所以他在这里 帮他们去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旗舰店 如果在台湾的话 什么店最爱这种地方 成品 类似像成品这样子形态的 他就会在这个地方注点 可是你要去想看看 这样的idea不是说 现在大家听起来稀松品尝 可是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早 是这些港部刚开始转型的时候 Martin就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也包含 这是他们的那个水族馆 所以他开始把他们都市里面 这些会吸引人的地方 全部通通都挪到这个港部的周边 所以让他有非常大的发展 那新加坡上个礼拜 那我们稍微有谈一些 给你们看那个黑人在那摆姿势的那个照片 这是他们当时盖的那个状况 就是他们预计 这是模拟的 他们预计说当时会有这一栋 然后后面所有的公园都还没有起来 所以新加坡的案例其实是 他把所有的高消费这种 这种我们讲说那个high end 就是很高等级的这个消费行为 全部通通都拉到这边来 所以你要去赌场的你有赌场 你要玩那个游艇的你有游艇 你要玩赛船的你有赛船 他把这种最高档的这个东西 全部放在这边 那如果你去看他周边的那个shopping mall 你大概全世界所有的名牌 在这边通通都找得到 你可以在一条街上全部逛完所有的名牌店 所以他希望用很不一样的形态 去重塑新加坡的那个岗的那个部分 所以这是上次给你们看过 他当时的那个模拟图 那我因为学设计 那我们其实非常佩服新加坡的一件事情 是他通常画出来的模拟图 跟他最后盖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还没有盖喔 是他们当时的设计图喔 那个比赛他们是笔图 所以这是笔图的设计图 可是如果你现在去看 太神奇了 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他不会有那个太大设计上面 原设计跟出来盖出来的落差 所以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高品质的区域 那最后旧金山 旧金山他们在做岗的时候 也非常的有趣 你会看到这个也是他们的旧岗 就是这一个一个这个peer 就是他们的旧岗 那也是同样的历程 同样的状况他们开始去做改 转型或者是去做改善 那如果你会知道去旧金山 会是所有那个游客 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他们一定要去看那个 不知道那一支是海豹 还是海狮还是海狗 就会在那个鱼人码头一直干一干 一直乱叫 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很多那个 或者是去看那个恶魔岛 通知从这边出发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什么 它是游客非常重的地方 就是全世界游客来旧金山 一定去避游的这个地方 可是旧金山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他们的idea是他还要顾他们的市民 所以你去想看看 如果我今天在黄色小鸭的那个阶段 我引进来的游客 如果假设是国际游客 或者是全台湾下来的游客 你如果每天出门 你都要面对 你要穿过一百个游客 你才能走到你的摩托车旁边 甚至因为这一堆的 一比一百的这个游客 你的摩托车 可能必须要停在非常远的地方 你才骑得到它 你会不会崩溃 你会觉得说 这些游客基本上 对我居民造成的是干扰 不是好处 所以旧金山想要做一件事情 是他要保有这些游客 他必须要重视他自己的住民 就是住在这边的人 所以这是他们前面 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是 第一个是他们也拆桥 所以当时旧金山这边也有一个两层的那个高速快速道路 就像那个Boston那样子的快速道路 所以他们当时全部的市民投票把它拆了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好拆 那拆完之后 他们沿着这条所有的这个Pier 这个码头的这个路 他们就有像这样子的来回跑的电车 所以它像那个当当车 就是旧金山不是非常有名 那个当当车 会拉爬上山的那种当当车 那它是接在那边的同一个系统 所以它可以让这边的住民是 但是我印象中他们是可以free去搭这个车的 所以你们会看到很多的电影 它这个电车过去 那个人会直接跳在外面去挂在那个车上 就把他拉到下一站 他就下车 他就到他的地方就下车 所以他其实用这样子的系统 去让这个地方减少非常多的车流量 所以有非常多的观光客 然后他把所有的这些Pier 全部都一样变成非常高价的 的工作室非常高价的办公室 或者非常高价的出租的那个房子 我记得这好像是一间建筑师事务所 然后或者是那种小型市集 那种台湾现在很流行的农夫市集 所以里面就会是这种农夫市集 或是这样的形态 可是这种形态的产业 其实用威尔豪是最适合 因为他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弹性 非常好用的 所以他用这种空间去做 那他会让他们所有的区块 都保持那个看得到港的那个空间 所以跟巨金山地形也有关 所以他会在他的那个地形上面 每个地方都是看到这个港 看到这个区块的 那刚刚说所有这个地方 你出来不会全部都只有看到游客 那所有的居民可以沿着 他们做出来的那条公用的那个道路 去跑步啦或是去做什么都好 那最后我们会去谈说 其实在做这个水岸的时候 很多的城市失败 你要看到都是成功的例子 可是很多城市不这么成功 那不这么成功的时候 当时去归纳出一些比较大的原因是 第一个是这个台湾比较常犯的错误 我们会要求很短期的成效 就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政治人物有任期 所以他可能会要求 请你半年后我要看到什么东西 一年后我要看到什么东西 但是你刚看到所有那个整体的水岸 纽约花了多少钱多少时间去养这一块地 去把那一块所有的那个水岸的这个东西做起来 可能已经换了两轮三轮的市长 他后面的独地价值才爬起来 可是前面的两轮的市长 他就会很尴尬在那边 哇不是在我任内去增值的 所以在水岸这件事情 绝对不可能要求他有非常快就爬起来的 因为不可能 那另外一个是 也是用纽约的那个案例 对政府来说 他不可能会有这么快会有回收的 而且对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应该被定义在公共建设的事情上 所以政府的回收 不是在那个直接利润的那个回收 比如说我去看小鸭 政府赚多少钱 那个是非常短期的效益 他其实在看的是什么 长期我把这个地方 带来的周边的土地价值 带来的商业 带来的整个城市的提升 那个是政府在看的 所以如果他今天政府要求的是 我短期内可以有非常高的利润回收的话 那个很容易就造成水岸的失败 因为就会像你们现在看到吉隆的 比较不好的那个状况 他要求的是 我非常快速会有一些可回收的这个东西 那再下来会看到一个比较大的错误是 或者几个之前我们看到一些 比较失败的城市的例子是 他会给了很多的承诺 因为你会知道 以前在这些港铺周边的人 或者是工作的形态 他比较偏向跟港铺产业 比如说之前早期高雄这边的拆船业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产业 可是跟转型完之后的工作机会 基本上是两件事情 所以如果他 如果政府用这个水岸再生去告诉地方的居民说 我可以提供你多少什么样子很好的工作机会 的那个状况 到最后很有可能会变成这些失业的人 回过台跟政府抗议 所以你当时承诺我 你要有什么样子的工作 结果你找的人全部都是外来的人 你用的都不是我们当地的人 因为我们当地的人不适合这样子的工作机会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是 这一些港铺都碰到一个很大的风险 之前他都是港铺用地 所以他有可能是重工业的产业的遗址 所以他会是我们讲的那个污染地 或是棕地 就是他们叫做那个Brownfield 就是他是受污染的这个地方 所以通常他会需要一段时间 去做环境的改善 跟环境的清理 他才能达到他下一次 可以去做再生 或是可以去做使用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同样跟第一点一样是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 他非常短期内可以再生 那个不太可能 因为我可能连土地 富裕都还没富裕完 我怎么去帮你做再生 所以虽然再生它是一个很大的效益 可是相对来说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需要比较完备的这个思考 他才能去做到 那最后台湾现在有这些政策 那我刚刚有提说 你们可以上去去看一下说 这些不同的网站 他给你看到什么样子的image 包含雪梨港 包含刚刚说的那个Port of Long Beach 包含欧洲的一些的港铺 你可以去上他的首页 去看这些港铺给你的image是什么 这是我前几个月被课的时候弄下来的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新 但是至少是这四个港前一阵子的首页 那你会发现 我好像看到的比较偏向是 刚才说我看到大串入港 我看到甚至花莲非常有趣的放置 那个花莲港务局的building的房子 可是你比较看不到说 我今天这个港 我有没有从我的首页 就让人家看到我想要去做的企图 跟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可以去思考的那个部分 那可以帮我开灯 然后拉这个 那我 好 我 帮我把这个幕拉起来 对 对 我 我不知道大家对我们的高雄港 有熟悉多少或者是不熟悉多少 都认得这一颗叫做你们去游船经过的地方吗 好像记得好像不太记得 记得你们在哪里搭船上船的吧 不要我转一个角度就不认得了 通常你们看的那个 我需要问吗 正北在哪 北边在哪 还好记得 真的有人在问我北边在哪 所以你们从哪里搭船上 上 开始去游港了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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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说整个高雄港有大概12到15公里 长 看我断在什么地方 断在那个港池那边大概12公里 不过再往下断到工业区那边大概会到15以上 的那个长度 你们去过多少地方啊 有多少地方是你们熟悉认识的地方 除了中山大学之外 跟你们搭船上船的地方 跟小鸭会放 跟小鸭会放的地方之外 你们还有哪些地方是你们曾经去过的 或是你们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地方的 期经 对 期经 还有呢 知道全镇于港在哪 那里要那边那边那边 反正我就只要手往前面指 那个那边那边那边 現在有高字塔,然後有紅毛港,雖然不是原紅毛港,是非常醜陋的舊紅毛港在造的區塊,那在哪?反正那邊對不對? 我下面最後一個禮拜會跟大家談海域油氣跟最後的海洋教育跟海洋文化這件事情 但是在那個之前,這個所有的圖不稀奇,在Google現在就看得到,而且看的是彩色版,或是黑白版 那我要你們在這個禮拜,我要你們這個禮拜做一件事情就好,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 因為我知道你們這兩個禮拜都在改,都在K你們的期末,或是,還是沒有啊? 那我就可以再加什麼? 我要你們去做一件事情就好,去想一下,你們覺得在這樣子的一個區塊裡面,可以有什麼樣子的水域油氣? 水域油氣喔,那當然我們會知道,應該會稍微偏向在前鎮河以北,前鎮河以南,大概有點難,因為它是中工業形態 但是如果你覺得有一些區塊你們真的也塞的進去的也OK,但是我要請各主去想一下,你們覺得有可能可以發生的水域的油氣的行為是什麼? 那做這件事情之前,你就一定會知道,我今天如果要去潛水,我也不可能跳在高雄港裡面去做潛水,對不對? 因為我看不到什麼東西,我會要有一些基本的條件 那那些基本的條件,或者你不會告訴我要在高雄港的港池裡面去做衝浪,因為它根本沒有讓給我衝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可以在周邊喔,到外海這邊也可以,就是整個高雄的這個區塊 你們覺得每一組一個就夠了,不需要太多,一個油氣的活動,最主要的油氣活動 那你們覺得會是什麼?那告訴我,它會發生的那個地點在哪裡? 那所以有那個發生的地點,你就會知道它有這個適合的條件 剛才我說,不管它是水的狀況的適合,或者是它是自然條件的適合 或者是它周邊必須要配合這一個水域活動的空間需求的這個地方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說,我今天要去做一個那個 摩托車,水上摩托車的施放場,那的活動場 我就會有一個問題,你的水上摩托車要從哪裡出發? 你總得有一個可以下去的人 你不能告訴我說,那個吊壁把我的水上摩托車這樣吊出去,直接丟到水裡面 你總有一個要讓水上摩托車可以下去的那個地方 所以所有的這些活動,都跟它的環境的需求 都跟那個活動本身需要的這個條件,是要搭得起來的 所以請各主下個禮拜,你只要告訴我 你可以是,前面一個你們只要知道在哪裡 現場我會拿貼紙給你們貼,貼在這張 我會再背一張稍微Scale,就是比較包含範圍比較大一點的這個區塊 所以如果你再稍微外側一點,在學校這個附近 你是可以有的貼的 所以你只需要知道地方,到時候你可以貼 那你不用書面,不用任何 可是你必須要告訴我你的原因 跟你的這個形態的遊客跟他需求是什麼 所以就像我剛剛說的,如果我今天告訴我說 我是要水上摩托車 我從開始這個業者要下去,下船的這個地方 就必須要有 然後這個地方的海域條件是OK的 他哪些地方是讓你坐這個水上摩托車 如果假的這個水上摩托車 你是要從這個一港口給我飆到二港口的 還是 我不知道,你必須要告訴我 還是你要從一港口飆到那個小鴨這邊 你就要回頭的 那這些區塊在哪裡,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可以現場來用講的 但是就代表你必須要先有一個想法 你來才講得出來